Linux核心设计 各位好 欢迎来到Linux核心设计线上讲座 在这一次的讲座我想来跟大家探讨系统呼叫 系统呼叫是一个非常古道的主题 在绝大多数的作业系统都有这样的一个机制 那在这样的机制来讲的话 它背后的学问其实是很大 尤其以Linux Kernel来说 因为Linux Kernel反映的处理器 还有各式各样需求的变化 所以系统呼叫本来是一个相对小的主题 但是在Linux核心里面会分很多层面去需要了解的 好 那我们就来到我们的主题 那首先我们来看 Linux的系统呼叫 其他本质上它就是一个92共识 好这个92共识怎么说呢 它在讲就是说 虽然 你可能知道就是在1991年 Linux核心的原始程式码公开释出 但是 以今天我们所熟知的GPL V2 GPL第二版的授权条款释出的Linux 是从1992年开始 而且从1992年开始 而且从1992年开始 Linux能够执行 不是只是小城市 它可以执行很多城市 包含说 X-Windows System 换个角度想 Linux核心在短短的 就是短短从1992年 以GPL第二版释出之后 它很短的时间 就在大约是一年多的时间 能够执行X-Windows 那也在两年内 也可以支援这个网际网路 那这个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变革 那直到1994年的时候 Linux已经用在很多这个网站作为伺服器 那Linux2us本人在2000年的时候 接受一部纪录片叫Revolution Always 在这部纪录片来讲 它是很难得的影片 那这影片的话 我们快速看一下 这影片很有意思的地方是 你基本上 不会看到Linux2us跟Lichard Stolman同台演出 这个是有一些恩怨 那你看到这部影片之后 就可能会比较清楚这个恩怨 那好玩的地方是 最后一次看到Lichard Stolman 还有Linux2us同台 大概只能看到 从这部纪录片 那这部纪录片呢 我们针对纪录片 我们这个交大的学生啊 还有还有我就整理一些这个解说 因为纪录片蛮好看的 但是它背后的背景其实很多啊 就是所以我们就做 发生说 就是字幕 就是字幕翻译啦 然后还有论译的这个解说 然后以及解说背后还有另外其他的影片 那你可以来参照 那这里呢 就再要Linux2us说的话 他说了什么呢 看这句话很有意思 他说呢 作业系统就是 你永远看不到的东西 没有人直接使用作业系统 人们使用的是程式 好 那换个角度想 作业系统的使命是什么 它其实很简单 就是帮助其他程式执行 好 那当其他程式正在执行的时候 那Linux2us就去看说 我有需要什么样的协助 那我们来想就是 那所谓的应用程式 到底是如何存取到作业系统的资源 好 那这个很有趣 它背后机制的需要什么 需要系统補教 然后呢 在2001年 刚好也是这部纪录片拍摄的时候 那2001年的10月 Linux2us重申九二公司 这边讲的九个公司是四个 是讲这个系统補教 那它讲了什么事呢 来看一下 它说呢 以技术的这个立足点来看的话 它基本上说 不管Linux2us怎么改 它会维持一些一贯的特性 然后呢 好玩的是 真正有趣的事情是在 就是真正有特色的 真正很特别的东西 其实是在userspace 注意到这个时间点 2001年是什么概念呢 当然你可能知道 那个.com泡沫化 不过我们这边要讲的是别的 就是 2001年开始 Linux 广泛的用在 网路伺服器 尤其那些.com 就是那些 那些网际网路公司 然后呢 在2001年开始 Linux也用在超级电脑 所以从2001年开始 你可以看到说 世界的这个 Top100 就是世界前100大 或是154大的这个 超级电脑 基本上可以看到Linux的身影 然后很有意思的地方是 到了2007年的时候呢 超级电脑的事战 Linux已经达到百分之百了 这是一个很 很有趣的数字 那除了在超级电脑啦 伺服器以外呢 事实上Linux也在 那个时间点 用在迁路式装置 以前迁路式装置 包含说智慧手表 放在手表 然后呢 有一些PDA 就是我们所谓的 Smartphone 之前的这个 前身叫PDA 然后除了PDA以外 还有一些像 网通装置啦 还有一些就是 健康照顾的装置 所以你可以看到说 在2001年这个时间点呢 其实Linux 已经被广泛的运用了 甚至包含说这个 太空探测 基本上 可以出现Linux的身影 所以你会发现 在这个时间点 Linux竟然用在这么多地方 那事实上 Linux就承受很多 这个不同时代的期待 好 但是Linux的话 重申这个92公司 非常之重要 它说明什么 所以不应该呢 让科农的 五指线一直膨胀下去 不应该让科农 变成一个 呃 是不像的东西 曾经有一段时间 Linux差点成为一个 是不像的东西 好 我这边举个例子 曾经有一段时间呢 人们呢 为了去加速 加速这个 网路的 效能 就是 网页伺服器的效能 甚至动到一个 动到一个 歪脑筋 这个歪脑筋说什么 就是说 它就把这个Linux 塞到那里 假的 把Web Server塞到Linux 这个是一个很 很有意思的地方 这个 当时 甚至发展一个 系统物件 叫Tax 你看这个东西多狂 好 我再重新讲一次 就是因为呢 Linux大量用在这个 网路伺服器 然后 然后 采用Linux有个很重要的 人们有个很重要的动机就是 因为Linux可以 运作在 相对低廉的硬体上 而且Linux 对新版的硬体 资源度 其实不差 所以 你别人说你可以用 很多物美价廉的硬体 然后上面跑Linux 那跑Linux 它就可以提供服务了 然后作为这个伺服器 然后可以广泛的使用 好 可是人们总是还是在意什么事情 因为作为这个Web Server 那你知道时间点 时间点很重要 再回想一下 是吧 2001年 当时的网站 大部分以静态内容为主 虽然当时已经有像DHTNL这种技术 但是 当时网站大部分都是以这个静态网页为主 而且呢 好玩的地方是说 能够越快回应这个静态内容 那其实就是伺服器的精神力都越大 好 那所以可以看到说Tax 这个注意到 它是一个专业名字叫Tax 然后但是它也有个系统物件叫Tax 好 然后呢Tax的最主要用途就是 快速的去服务 网站的静态内容 好 那它在做的事情是什么呢 好 因为它直接跑在Linus kernel 好 所以神奇的地方是什么呢 在多数的情况下 你不需要有context switch 就是我就在kernel里面 就可以服务这些网站 网站的这个需求 好 然后再来是它有机会呢 直接跟网路卡通讯 好 所以我们可以避免 没有必要的这个资料的复制 因为以前你可能需要 装置驱动程式 把资料卡比到userspace 好 然后userspace处理完之后呢 再卡比到什么 卡比到Linus kernel 然后直接透过装置驱动程式 去处理 但是透过这个Tax 有机会怎样 把网路卡拿到的这个资料 直接什么 交给Web社会 直接互动 那不过这个限制也是很大的 Tax 只能处理这个静态的网站 所以尽管呢Tax 在当时 有很吸引人的这个表现 因为它的这个 你可以看到数据 就是Tax 看起来可以承受很大量的负载 不过你也知道 这个东西没有广半使用的 很重的原因 因为 纯粹静态的网站实在是多了 很多网站都会变动 而且现在更麻烦的地方是说 像Google 会一直调整它的搜寻情的策略 以现在来说的话 如果你的网站没有支援HTPS 那你的网站的排名很会往后掉很多 然后这个 所以 因为这一系列的原因呢 导致什么呢 导致Tax 很难被网款采纳 然后更重要的地方是什么 像这样的一个Inkernal Web Server 它其实让作业系统的核心本身 陷入一个两难的处境 什么意思呢 我们来思考一下 如果 这个专案是很成功的 就是说 如果Tax这个专案很成功 那是不是意味着其他的专案 比方说资料库的专案 也眼孔 说我把网页伺服器放到Inkernal里面 就会变得很快 然后可以直接跟对应的网络装置互动 那我资料库 原本放在UserSpace的资料库 我是不是也放到Inkernal 好 那结果呢 那个图形引擎 就是那种Windows System 然后它那种Graphics Engine 那也开始干嘛 我就把这个 把这个 把这个 那个程式嘛 把它搬到那个Kernal去 因为听起来很荒谬 对不对 你会觉得说 怎么可能会把图形引擎搬到这个 作业系统核心 的确这个作业系统是存在的 而且你可能还用过 这个东西叫什么 讲Windows Windows NT 当时为了要改善这个 图形处理的效率 甚至把 那个 显示引擎把它搬到什么 搬到Windows的核心里面 然后更酷的地方是 显示引擎里面 需要处理字型 对不对 就是显示 显示那些font 然后什么 那些 那些 那些true type的font 然后 然后之前就有个很有趣的 资讯安全漏洞 就是说 这个里面的字型处理器呢 有什么 有记忆体的 就是 就是 bubble oflow这种东西 然后呢导致什么呢 导致 Kernal也因此受到影响 所以你看 这个就是 曾经Linus Kernal 是迷失过的 就是包山包海 尝试人们 尝试把 包山包尔版 很多东西塞到Linus Kernal 但是 Linus Kernal在2001年 讲述的这个观念 这个非常重要 也因为这个观念的贯彻 导致Linus Kernal 不会包山包海塞一大堆 然后看看画面通这张图 实际上Linus Kernal做什么事 它尽可能 去 把 功能 做在User Space 所以比方说你听过的 有趣的功能 像是 资料库 像是绘图引擎 像是 像是 这种 视窗系统 然后包含说 你的这个 音效 注册这些东西 多数的程式都是跑在什么 跑在User Space 可是呢 作为系统提供一些必要的支持 所以你可以看到 有 大约有380个 注意到这个数字常常变动 那大约有380个这个系统呼叫 那这个系统呼叫呢 就来支持 支持这个 这些应用程式的运作 那有时候呢 Linus Kernal 会发展一些 专属的 加速用的这个系统呼叫 类似刚才像Tax 我们再举个例子 有一个系统呼叫叫Standfire Standfire 这个操作呢 是来加速什么呢 这个很有趣 我们来看一下 Standfire 加速的东西就是 因为我们在 像WebServer的情境 虽然 我们这边讲WebServer 是跑在User Space 跑在User Space的WebServer 常常会做一个很有趣的状况 就是说 我可能存取到某一个网址 比方说像我们这边 我今天存取到一个 由 游览器要求到一个 一个档案 它叫什么 叫做Standfire.to.htn 它是个档 它是一个档名 接着呢 WebServer拿到这个请求的时候 它会想做什么事 那我就知道我要去打开 打开这个档案 于是它把这个内容打开 所以你看 你就想要一件事 我今天假设有个档案 就是这个2.htnl 这个档案被打开 所以我去读取 从开头读取到尾巴 然后干嘛呢 我就要把内容 透过WebServer 提供给这个使用者 概念上是这样 但是你看它的路径 我呢 先从什么 先去跟Kernel open档案 然后跟Kernel read的档案 然后呢 跟Kernel问 比方说像Fseq 这样的东西 所以我第一个 我先跟Linus Kernel 要的档案 然后搬到什么 复制到User Space去 然后呢 接着呢 我又把刚才复制到的东西 Copy到Linus Kernel Copy到Linus Kernel 之后呢 再透过Linus Kernel 对应的这个Divide Driver 把这个档案 通过网路传输出去 好 那你发现好玩的地方是 那这样的档案 不确是从Kernel 用到User User又到Kernel 对不对 那我们可以降低这样的一个 资料的一个版权呢 可不可以 可以 所以Linus Kernel 就发展一个东西叫Sendify 那它主要的用途呢 就是像这种web server 这种例子 所以它可以避免这个 没有必要的这个 资料复制 所以你可以看到说 如果去查一些资料 他会讲说 这是在降低这个什么 ZioCopy 就是实现一个东西 叫ZioCopy 注意到我们讲的 ZioCopy不是没有Copy 而是说 通常我们讲ZioCopy 它都是从什么 它都是从使用者层级的观点 去看待的 好 那我们来看一下这个 刚刚那个例子 所以你看 原本这个例子来讲的话 我们像一个web server 对不对 我从 跟Kernel询问 就是我要要求 打开一个档案 然后接着呢 在我真正传出去之前 遇到一个好有趣的事情 就是我需要 我需要把这个资料 又放到Kernel 8本 所以如果你透过Sendify的话 它就可以避免了 避免一个档案被开启 然后又原封不动的 传输到另外的地方 所以我只要知道说 来源在哪里 你只要告诉另一个Kernel 来源在哪里 比方说你的某个档案 然后呢 结果在哪里 结果比方说是网路装置 那我就可以 完全不用碰到 使用者层级的前提下 然后直接让 这两个 这两个file 因为在Unis 里面 每个东西都是file 所以在我们刚才的数据来讲的话 我档案系统上的东西是档案 然后网路本身也是档案 所以让这两个file descriptor 你只要给定之后 就可以直接传输 好 所以注意到一件事呢 这就是Linux Kernel讲的 真正有趣的是 人们呢 来做网路伺服器 人们呢 需要怎样 又可靠 又安全 又好维护的一个什么 一个整合起来的系统 好 然后呢 如果呢 我们看作业团内部呢 其实它是包含很多层面 比方说你在画面 看到有像是IPC 就是inter process communication 然后再来是网路界面 Io界面 包括说那些档案系统 好 那这边呢我们来看一篇论文 这篇论文很有意思啊 这篇论文的写作时间 我忘记它发表时间是什么时候了 不过它的写作时间大概是15年16年的时候 然后这篇标题跟你讲什么呢 它跟你讲说Linux Kernel的这个 这个 就是20年 就是20余年这个发展 那这过程中呢 Linux Kernel发展二十几年 那好玩的地方是什么呢 系统呼叫的形式样貌 也做了很大的一个改变 那这边我们帮它再录几个部分 比方说我们这边再录这一页 那你可以看到从这一页可以看到好玩的事情 就是说你看就是很丑的是年份 那当然它是写2005年开始 它其实后面两个数字 所以你看到画面中来讲 2005 06 07 一直到2014 然后你可以看到新的功能 在这几年 这几年变得很有趣 尤其是很多新功能都是有来自这个 像是来自云端公司的需求 云端公司在意什么 效率 安全 那云端公司还在意像虚拟化这些机制 所以看到这几年很有趣 就是这样 很多公司就是 对Linux Kernel做了很多贡献 然后包括说Microsoft 那Microsoft也正式在自己的云端的这个方案 在它自己的虚拟化的这个系统也引路了 也支持了Linux 好 那所以好玩的地方是什么呢 你看这几年其实有很多新的功能加进来 可是呢 对应的这个系统呼叫呢 其实它没有跟着暴增 这是Linux Kernel一个很了不起的地方 为什么Linux Kernel一直可以维持一个相对有原则 注意点 Linux Kernel很多时候因为系统呼叫的数量变量频频 不过它一直有在这个检视 你看像2014年就删除掉三个系统呼叫 那11年也删除一个 然后那个10年也有对应的这个系统呼叫 那系统呼叫之所以被移除呢 很可能是为了一致性 像这个Pub CTR 那这个东西像命名啊 还有其他那个处理上一致 就把它换掉了 然后再来是什么 再来是有些系统呼叫被认知为它没有存在的必要 那所以被删掉 尤其像这种就是跟硬体架构有关的这个系统呼叫 那这种太针对系统架构也会跟着删除掉 好然后在这篇这篇论文很值得看的地方是 因为它回顾了它纵观了这个 就是它看的年份是从可以看到说 它从什么从05年到14年 它就是十年间的这个发展 它就在去分析 所以从这个分析也可以看到说 Linus Kernel 一些原则 那当然你可能会好奇说 Linus Kernel 已经超越2300万行的 从2018年的这个10月 Linus Kernel 行数已经超越2300万行 而且这个东西还在持续增加 那我们该怎么去理解Linus Kernel 其实也不用太恐慌 我们很多时候学习 就要从这种变动中的东西找到什么 变动中不变的地方 有所变有所不变 那我们就是什么 去看变动这么快 但是哪些东西是没有变的 就像Linus Kernel讲的 哪些东西没有变 好玩的东西是在user space 这当然变很多了 然后Kernel肯定提供一些必要的资源 让这些好玩的东西可以运作 所以研究系统互交就是很好的基础 为什么 因为Linus Kernel 会保持对这些系统互交的相容性 Linus Kernel 持续在改善的过程中 这些系统互交 不只会被保留下来 而且持续改进 最重要的是 改进的过程中 可能又有新的一些思想进来 但是这些界面都不会去更动 这是一个Linus Kernel里面 非常重要的一个原则 然后你可以看到画面中这样来讲话 就是我们刚才提到 讲了很多应用程式 不管资料库、网路伺服器 它本质上都是应用程式 那我要怎么存取到 作业系统内部的服务呢 你不能直接存取 你需要透过一个系统互交 你需要透过一个系统互交 然后呢 因为很多程式是用西原写的 那它会有个对应的更多 比方说你的GWC GWC的这个Rapper 所以你会有个小程式 现在有点印象 我晚点还会再解说 所以我要存取一个系统互交 比方说Write Open Cross 这些IO的操作 那我们会先通过Rapper 那你会互交Open 绿的Write 这些Function Code 然后呢 但是对应呢 Linux Kernel 有一个对应的Handle 那当然你要想 那怎么从左边 User Mode 跳到右边的Kernel 你可以想一下 该不会处理器的状态 是有改变的 而且还蛮多细节的 晚点来想一下 好 那总之呢 作业系统就是提供服务 就看说你需要什么协助 你需要开启个档案 你需要操作网路的界面 或者说你要去更新萤幕 反正Linux Kernel 就帮助你 最后就告诉你 我的执行结果 或者说我就回报一些错误 这个是系统呼叫 那当然这个东西呢 概念是没有变的 但是内部实作是变动很大的 那你看在这边来讲话 遇到好玩事情 在这个现代的处理器 比方说Pent and Fold Pent and Fold 距今已经十几年了 那Pent and Fold 它其实呢 做了很多变更 其中有变更是什么 是降低系统呼叫的成本 好 那所以看到这个东西 这边写到什么事情呢 原本呢 Linux Kernel 它的 系统呼叫呢 它需要什么呢 需要 透过这个 软体中段形式去处理 那但是因为这个 软体中段成本是很高的 所以于是呢 在 比较新的这个处理器 好像刚才提到的Pent and Fold 它就提出一个什么 提出一个SysEnter SysExit 那或者说 MD 叫SysCode 这样的一个什么 这样的一个指令 那这样的指令呢 很重要的地方就是在于说 它提供一个机制 可以快速的在UserSpace 跟客户Space 就是切换 所以我可以很快的从UserSpace 透过给定的这个SysCode 这样的一个指令 那我可以跳到Kernel 然后Kernel做完之后 再回到User 那原本这个成本是很高 原本是一个很复杂的一个软体中段 但是现在就是 新的处理器都会有 有这样的一个变革 那当然Linux就要去反映这些变革 所以注意到 我们学Linux之所以很难的原因 因为Linux一直在往前走 那除了这以外来讲的话 那这一段很有意思 就跟你讲说Linux的变革 这些Kernel开发者在意什么事 然后注意到一件事 就是Linux它是一个Pazis 相同的作业系统 那Pazis主要是在1980代被规范 那所以包含说有很多公司 比方说你一定通过的HP 那HP自己有个作业系统叫HPUS HPUS 好比方说呢 就会有HPUS这样一个作业系统 那或者是什么呢 Solaris Solaris作业系统 反正总之这样的作业系统是非常多的 虽然作业系统名字 变形很大 然后实际内容变形更大 但是好玩的地方是 这些作业系统 你会发现说他们在API设计 他们在操作 他们在很多思维上是一致的 为什么呢 因为在1980代定义了一个Pazis的规范 然后好玩的地方是Pazis的规范 跟自由软体基金会 Free Software Foundation的创始人 Luchas Storman竟然是有关系的 因为当时Luchas Storman在发展 这个Kernel作业系统的时候 他就在想 这个Kernel作业系统的规范 应该要一群什么 他不想要直接去复制某一个商业的追凶 所以他就跟很多人一起来讨论说 我们先把这东西标准化 把UNIS的设计标准化 所以一旦UNIS标准化之后 它就变成公共财 一些设计的规范就变成公共财产 所以我们就可以很容易去追准 就可以很容易去遵守 所以Luchas Storman刚好在 刚好在Pazis规范已经做得很好的时候 就是这样 在这个基础上去打造 打造这个以GPU 第二版四出的作业系统 所谓的九二共识 好 这个九二共识是非常成功的 你看我们今天也在谈讨这个九二共识 所以我们坚定的要支持九二共识 好 然后你在这边来讲话 也可以看到什么呢 也可以看到 然后就是比方说这个 作业系统发展过程中呢 就会有很多巴格拉 或者很多新的问题 新的这个疑虑被提出来 那就也在调整 那这边就提到说它的这个演化 好 然后在后面来讲话呢 就提到一些 比方说为了一项更动 比方说我们讲虚拟化 虚拟化技术的支持 那我们要做什么事呢 我们就要去对科隆做一些必要的修改 好 那后面就跟你讲说 每次的这个大的功能修改 对这个 对 对 对系统影响 那以系统呼叫来说的话呢 它的变动是比较小的 每天呢 注意到这边报告提出一件事 每天呢 只有25行 跟另一个是有关的这个 系统呼叫是这样 是 是被加进来 所以这个这件事是很很关键的 相对其他地方的是很惊人的 比方说 Five System Define Driver 那些变动呢 每天的可能都是百行千行起跳 但是在系统呼叫的层面 它是很低的 就 平均来说只有那个 25行 好 那后面的分析方式很有趣 所以请你看下 那后面就跟你讲说 他们有什么分析 这是很值得去思索的 然后 然后这种论文呢 在 在这个欧美 还蛮多的 有些像北欧啦 这些 他们有一些专门在探讨软体品质的 论文 然后他就挑出 Linus Kernel 或是挑出一些 要大型的这些 作为系统啦 比方说 流氧器 Firefox 流氧器这种 当例子去探讨说 每次的改版 比方说针对 因为这些软体呢 它是大型的开放原始码专案 它改版非常快 所以这些研究呢 他就去探讨说 过程中呢 针对安全的 然后修改有多少 那比方说呢 我修了一个bug 又引入新的bug 这样的比例又是多少 你看这边来讲话 也是这样的一个思路 就跟你提到 就这么多 好 那我们回到我们的主题 我们的主题呢 就是来探讨系统护教 那在探讨系统护教之前呢 我们来做一个小小的实验 这小小的实验 大家都知道的东西就是 一个被印出Hello Hello World这样的一个实验 那这样的一个小城市呢 其实没什么意思吧 对啊就是一个小城市 好 然后我们呢就做一个准备 好 这个东西呢 你还没执行都知道它的结果 但是我们里面有点玄机 我们看 好 比方说我今天准备一个东西叫Hello.c Hello.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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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在这里 好 好 然后 Hello.c 那我们去编译它编译跟连结 好 那它的执行你一定知道 不过还是执行看 好 就印出了Hello 好 然后呢 这时候呢 你拿一个工具 你用那个工具叫Ltrace 好 Ltrace注意到啊 这个工具在做什么事 来看一下main page 这个东西好 很有意思哈 它是呢 它是专门来针对什么 Library code 那就是 呃 有另外一个东西你可能有听过叫什么 叫做 Strace Strace 那个S是什么 是系统不叫 但是呢 我这个Ltrace追踪的是什么 是Library code 所以也就是说 基本上这边列出来的东西啊 不管叫做 不管叫做 这个名字的 这个名字看起来很长 对不对 这个Library start main 或者puts 这样的东西都是在什么 都是Library的function code 那这个东西不是系统不叫 那 反过来说呢 你可以对照两个输出 比如说上面是Library code 那底下呢 是System code 那系统不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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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那晚点呢 会把这个 这个 Strace的结果也列出来 但是呢 这边呢 我可以观察到几件事 第一个呢 你做这个实验之后呢 你会发现一个好玩的事情 第一个就是说 这个Library start main 是什么 城市真正的进度点 然后在我们另外一个 线上讲座 叫做 你所不知道的C语言 执行阶段韩式库 执行阶段韩式库 缩写叫 CRT C wrong time 然后呢 其实就会提到什么呢 就会提到不同的进度点 进度点 对 就是 到底哪些是进度点韩式 然后 这个东西呢 非常关键 不是只有Microsoft有 但是说 Gnu的那个GWC 然后或者说像Android里面的Bionic GWC 都有这种机制 所以这个机制存在呢 你才能够做非常多事情 比方说 在我最后 旅途结果的时候 比方说旅途1 要有人去把这个什么 Status code 传递给作业系统 那这个地方 你大概猜得出来 也就是所谓的CRT在做的事 好 然后这边呢 就是我刚才提到 真正的城市进入点 然后另外一个值得一提的地方是 原本的Function code Hello这个字串 不是用PrintF 吗 但是最终呢 在执行阶段呢 竟然是用什么 用到 用到这个 Putz 所以你发现什么是 真正带入字串的 就字串是真正带入的 是来哪里呢 是用Putz 然后Putz的返回值呢 怕你忘记了 我们来查一下 Putz Putz呢 来讲看它返回值 那它返回值呢 就是像 PUTCH PUTC 或是PUTC 或是Putz 它回传什么呢 它回传呢 我 我写入 我写入多少个字元 那这边来讲 Hello, World 警察号 这个字串呢 本身的长度是14个字元 所以Putz就回传 你14个字元 然后最后呢 这个Hello 这个程式 Return0 那就是StatusCode 那当然你可以做一件小实验 把它做成 你做一个小实验 把0变成10 好 然后那这时候呢 我用这个 Ltrace Ltrace Ltrace呢 去Trace刚才那个什么 Hello 然后 这个好玩的地方是吧 你的StatusCode 就改变了 所以很明显 刚才那个程式呢 就是这个 Return10 这东西会透过CRT 然后再输入到这个系统呼叫 所以这个小程式呢 虽然很无聊 但是它是一个 我们了解整个作为系统 运作一个很重要的机制 好 特别是做 系统呼叫的界面 好 那如果呢 把上面的程式码呢 组合医院 我们来看一下组合医院 这样的一个组一的程式码 就是这样的Assembly 然后呢 你准备一下 我们把它缩减 好 那我们准备这样的程式 那我们再去组一它 注意到这不是编译啊 这是组一 准备 准备Assembly 这种 准备Assembly 我们做的事情是组一 好 然后呢 之后再做连结 好 然后呢 总之就是说 你可以把这个程式码 做一点 做一点 就是 之后我们再编译制给大家看 但是你可以稍微观察一下 这个 GCC 输出的东西 其实输出的东西呢 你刚开始看不懂 不要太能够 你把看得懂一样跳出来 你总的东西看得懂吧 这边有铺子 对吧 边上面有铺子 把铺子 搞出来 所以你可以猜得出来 这一行一定是 跟系统呼叫有关的 这个指令 好 然后呢 我们在之前 一样也是你所不知道西远这个讲座呢 那有一个叫做 编译器最佳化原理 然后会提到说编译器呢 其实会做很多最佳化 像PrintF来讲的话 我们会把这个 它会把这个什么 把特定的PrintF转 转成Pulls 你要知道一件事 PrintF本身呢 就是一个很复杂的 一个什么 一个 按错 3 它本身就是一个 interpreter 可以看到 在底下呢 会有什么 各式各样的formist string 所以你要去解析它 所以你把PrintF 当作一个解析器 是完全没有错的 它的确它的功能就是解析 那这个东西很麻烦的地方是 随着时间的演变 那PrintF这种东西呢 要支援越来越多的 不同的什么 不同的语法 然后越来越 格式越来越复杂 那而且甚至还要做容错 比方说有些错误的输入 那你代入到PrintF了 那比方说超过范围啦 或者是它不是数值 然后像浮点数 那可能Number 这样东西就要把它印出来 所以整体的这个复杂度就变高 那当然这件事 当然就会慢 那遇到重视怎么办呢 就是所以作业系统呢 编写器呢 想办法去怎么样 去把它做这个最佳化 那好玩的地方是说 如果呢你是像这种 不需要解析的字串 它没有FORM 它不是什么特别的FORMistring 它只有一个换行 像这样的东西很单纯 所以编写器呢 就会侦测到 侦测到之后呢 就把它换成POOTS 然后这边又有另外一个砖 这砖很有趣 它跟你讲说呢 像这样的一个字串处理 其他开销呢 是不低的 好 开销不低怎么办 没关系 有一些最佳化的技术 来看一下 你可以看到这边的列出来的程式 就是 在我们一开始 在我们一开始 你可以看到说 这个时间的分布 你看这个时间的分布 就是 比方说有一个 原本的程式 那其实需要执行 执行2.5秒 那好玩的地方是什么呢 你把大量的SPRINTF 去掉之后呢 换成一个 轻量的实作 它叫做Q 原本叫PRINTF 他把那个PE感的Q 这位都要不念 好 那总之 他把这东西换掉之后呢 你会发现时间大幅的缩减 从原本2.5秒降到什么 0.17秒 这是一个很大的一个变革 好 那这个将近10倍的这个 不是将近 它就是10倍 10倍的这个差距的话 是怎么来的话 这个是很有趣的 很有趣的一个 因素 这个因素其实就是来自什么 这些成本 所以如果你处理的字串越复杂 你要做的操作越多的时候呢 像这种PRINTF呢 其实它的靠背的这个实践是很惊人 所以它有对应的这个什么 Ocelator 好 然后呢 稍微记一下刚才的程式码 我们这边有code put 然后这边有一个code exit 注意到底有底线 然后呢 我们可以呢 把刚才那段程式码 把它改写 好 注意到好 我们上面跟下面对照看一下改写棒在哪里 好 其实就是这个 就是这个 就是这个上面是code 底下换的是什么 INT80 注意到这是16进位 16进位的80 好 然后 那你也可以把它弄成对应的这个 这个s8664的版本 好 那就是把这个 这个INT80换的是什么 换成另外一个指令 好 叫做syscode 好 其实这个指令呢 我们在在刚才有看过嘛 好 就是刚才那个 那个论文里面有提到 好 好 然后你可以看到一个有趣的地方 比方说像这个 好 s8664的版本 我们拿来 拿来变引直行看看 好 变引跟直行 主意 主意跟 可能连结 主意它 好 所以主意完之后呢 我就得到一个什么 一个object file 好 就是四位的 再来呢 就连结 好 寻它 好 那直接呢 的确就已经出这个字串 好 那好玩的地方在哪里呢 好玩的地方是说 你拆就拆出来 这一定是什么 是一个系统呼叫 好 那底下呢 还是一个系统呼叫 但是这边的一些数字呢 就有点意思啦 比方说这个 这个什么 这个60 到底怎么一回事 好 然后 像这个什么 像上面这个 像这个 lens啊 这种东西 哎 你会想 好 到底是什么意思 好 那 不过呢 你可以从程式的结果 大概猜得出来 好 这个60 应该是怎样 是对应到 像前面有提到这些什么 对应到前面讲到这个 exist 好 exist 这个系统呼叫 然后呢 再来什么呢 再来是 我原本不是有一个put 然后在这边来讲话呢 它虽然名字叫syscode 但你可以猜出来 应该跟什么 它上面这些 data move 这些data move的指令是有关系的 好 那你从这个过程中 也可以发现一件事 就是不管是x86的这个 int80的这个系统呼叫 还是x8064的syscode 它基本上都是一个什么 作业系统的codegate 好 注意到这个东西叫codegate 我们来看一下 codegate 注意到 codegate 是x86系列的 in 的机制 那这个机制呢 很重要的地方是什么呢 它不是 只是一个 提供function code的东西 它是有个 涉及到什么 涉及到特权模式 移转 就是它跟一般的function code不一样 一般的function code是 好 比方说我跳到一个地址 然后我之后能回来 有去有回 可是呢 这个codegate呢 它一旦在呼叫的时候呢 它看起来是 很像一个一般的function code 但是它function code 执行的时候呢 这样 这个处理器的特权模式 会这样 会变更 注意 注意这件事 然后 所以你可以知道什么事情呢 这个codegate的意义是什么 让你在特权等级较低的情况下 比方说user code user mode 能够怎样 能够跳到一个较高特权等级的地方 那你可以很显然知道一件事 这个较高特权等级的地方 意味着什么 意味着就是助威系统 当然有些特例啊 比方说可能是hypervisor 可能是一个很特别的区域 可能你有听过一个东西叫什么 叫sgx 像intel的话有提供的机制叫sgx 它就是一个 它叫做secure guard extension 就是反正有这样的一个机制 那这样机制可以这样子吧 让处理器在一个更高安全等级 限制更多的环境去执行 那这样的块就可以隔离说像支付 比方说像 你要做那些什么比特币支付啦 以太币支付啦 或者其他的什么 什么接口接友也不知道什么东西 反正就是这些这些城市 那因为我们在涉及到交易的时候呢 我希望那些private key是被保护的 包含说那些演算法 包含说那些seed 包含说它那些对应的那些参数 是可以好好地被保存起来 所以我会让这些交易这些transaction 它是执行在一个很特别的环境下去执行 那它的特权等级呢 就往往是最高的 好 所以注意到我们今天讲code gate 那就是由处理器去提供的这样的机制 可以让你这样 较低优先权的 不是优先权 不要翻错 privilege是讲特权 不是优先 优先权是讲priority 顺便解释一下这两个词 priority 是讲什么 是在对等的情况 什么对等 比方说我今天有十个任务 那schedule 就是排程器 做一些排程器的意义在哪里 它的任务在哪里 所以它就挑出下一个要执行的任务 所以对我们来讲的话呢 不管是任务一二三四 一直到十 这十个任务呢 它其实都是 都是对等的 就是任务一执行的时候 任务二不能执行 就是说单核的情况下就是这样 好 所以它是对等 而且人等有机会 这个东西叫什么 就是 那我们一旦把这些机会改变 有些机会是特别高 所以我们就称为这件事叫什么 叫priority 就把它拉高 所以priority就基本上意味着什么 数字 比方说有些作业系统来讲 数字越高 优先权越高 当然有些作业系统刚刚颠倒 反正不管就是它会有优先权高的 优先权高优先权低 但是注意到另外一个词叫privilege privilege是完全不同概念 再复习一下 priority讲的是它是对等的 只是什么 有些人呢 是比较早被挑出来 就是排成器 以优先权高的挑出来 有些人更容易被挑出来 可是privilege是完全不同概念 它说明什么 它本质上是一个能跟不能的事情 它已经不是优不优先的问题 它是可以做 还不能做 好 这个东西像什么呢 比方说像男侧跟女侧 我们为什么尤其在公共场合 需要区分男侧跟女侧 已经不是卫生问题了 还涉及到很复杂的管理问题 一般来说女侧的问题 女侧要注意的事项是比较多的 所以为了要把这个相对容易的这个男侧 跟那个相对复杂的女侧 把它的问题把它排除 所以最简单的方法就是把男侧女侧 区分开来 当然最近还会有一些东西叫做 不限性别友善 不要问我那时候东西我也搞不太懂 反正总之就是性别友善 我不太懂它的定义 反正就是有些人他觉得说 他可能认定自己是某种性别 那总之性别友善 好 那你看这个不管是分成男侧跟女侧 有意思的地方是什么 好比方说男孩子应该要男侧 女孩子应该女侧 提起来就废话对不对 但是有时候会有些比较特别的 比方说打扫的阿姨 注意到打扫奥姨 她可不可以去男侧 当她在打扫的时候就可以 为什么那是她的工作 废话她那去 那同理她可不可以去女侧 这打扫阿姨上班的时候可以去女侧 下班也可以 下班的时候她变成了 跟大家一样是普通的女性 所以她可以两个个厕所 那当她本来上班的时候就可以认识她的工作 所以看到这件事是可以跟不可以的区别 所以看到我们今天讲这个 较低特权等级 是说我做的事情是比较少的 就像我一个男生 我去女侧可能就有问题 这是我不被允许的地方 但是打扫阿姨 当她在上班时间可以去男侧 不会构成什么问题 因为是整个社会对她的期许 就是说上班的时候 她上班时间 打扫阿姨去帮大家清理 帮大家做整洁工作 对吧 所以这个是能跟不能 不是那种又素质化去表达说 谁比较先谁比较后 不是 这是完全不同概念 好 那我们讲这个Colgate 它是讲出在不同的特权等级 这是什么 变换 从低的 然后呼叫这个Colgate 那你可以跳到什么 较高的特权等级 但是麻烦的地方是什么呢 过程中我们要考虑到一件事 叫Memory Protection 请把这个词先给你概念 让我们一点来解释 我们稍微休息一下 好 那我们刚刚提到的这个Colgate 其实注意到就是 因为它涉及到的东西在于 特权模式的变更 所以连带的其实问题是很复杂的 除了我们刚刚提到的这个Memory Protection 其实相关的说像 比方说Intel架构就很麻烦 什么CSEIP这种东西 现在说你涉及到这种segmentation segment sector 这些变化是蛮复杂的 所以如果说你去追踪Linus Kernel 看它的这个系统呼叫 尤其在S86 S8664的这个 这个对应的实作的时候 你有时候会晕倒 它真的不大 好 然后呢在近代的这个实作来说的话 就刚刚那一篇论文提到的 其实有很多改变的机制 比方说引入这个SysEnter 那所以SysEnter的有很重要的事情 它可以缩减 就是缩减这个这样的CodeGate的一个成本 然后更有趣的地方是什么呢 更有趣的地方是在某些情况下 它可能没有这样的一个CodeGate 但是它会去透过这个软体中断 或是对应的一些Trap 去使作系统呼叫 注意到这个东西没有什么对错 不是比较快就是能用 因为很多时候 作业系统设计要考虑到可惜性 就是说希望可以在Intel加工上 可以执行ARM加工 MUX加工 或者说某些 它是在特定的软核 比方说APGA上能够去 APGA上一个特质的一个作业系统 那总之呢 就是说作业系统其实在设计的时候 不是快就好 其实很多时候是这些问题要考虑进去 然后简单就是说 在这个 像SysEnter 或者SysCode 这样的一个指令 这个指令很重要的地方是什么 它让这个模式的切换 成本大幅的缩减 注意到这个意思 好 那接着我们再继续看 好 然后呢 我们就来总结一下 刚刚看到的东西 所以你可以像说 在应用程式 它是执行在特权等级较低等 比方说这样我们在画面中看到Ring 3 注意到在Intel的架构下 Ring呢 是数字越小 全级越高 就是那个特权等级越高 然后 所以比方说0的话呢 是这样 是相对很高的 注意到还有比它更高的 如果你有兴趣的话可以去查一下 比方说Hypervisor Hypervisor到-1 你去那个 比方说你去英国 去德国 就欧洲的电梯呢 你会翻转 它有 它会写个0 然后它会有什么 它会有一个-1楼 -2楼 这样的东西 好 然后呢 Ring 3是什么呢 Ring 3是我们所谓的User Mode 那它的特权等级呢 是最低的 好 那 因为我们刚才提到 作为系统呢 去帮你管理这些周边 所以实际上呢 我要 当我要存取这些资源的时候 怎么办呢 你的特权等级很低 没关系 我就呼叫一个对应的 合适的系统呼叫 然后这时候呢 透过Chemey讲的这个 这个什么呢 就是这个CodeGate 然后呢 我这个特权等级就切换 变更了 所以原本呢 我特权等级是低的 但是我就切到高的 好 然后你说 那这样会不会把原本的程式弄坏 好 注意到 这个一般来说 我们还会做一些隔离 就是包含说你的存取的范围 好 所以事实上 当我从原本的程式 然后跳到特权等级较高的区域的时候呢 其实你可看到的区域是有限的 好 那这边呢 我们来搭配看一篇文章 这篇文章很有意思 来看一下 他就把这个东西 把系统配到一些总结起来 好 这张图我们说过了 好 然后呢 比方说呢 我们在 因为作业熊提供的就是一些基础服务 好 那这些基础服务像什么 像open 好 open来讲的话你可以看到什么 就是open来讲的话 它是定義在哪里的 我们来看一下 像 open这样的东西 它在 不只是有linux 不然说freebsd 或者更早的units 基本上都存在 然后做一些改版的时候 比方 linux改版 它就可能去新增一些什么 新增一些 新的一些frag 新增一些特征 好 比方说3.1又加这个temp5 好 那你可以看到说不管这东西再怎么变化 基本上呢 本质上的界面 就是说系统服务的名称 你看这个东西 存在很久了 甚至什么bsd parties.1 2001的标准 2008的标准 都有涵盖 好 那这个东西就是所谓的系统服务 那应用程式呢 其实 在某个角度想 只要知道说open 这个 这个什么 这个系统服务是存在的 好 那我们就可以放心去用 不用去管底层式windows 不用去管底层式linux 或者3bsd 这样的一个作业系统 好 然后呢 我们刚刚有提到呢 事实上呢 这个codeget呢 它会涉及到这个 特权等级的变更 所以原本注意到 我们在linux3 是在 等级是最低的 但是呢 我一旦透过这个codeget 那我就可以这样 我就可以跳到 跳到 比方说linux0 就是做一些我们所执行的 所执行的等级 来看下这个示意图 所以你的原本程式是这样 就是说我执行在这个等级 底下是cpu 那上面是机体的内容 那这个机体内容 就比方说你有这个用到的library 还有你的程式 那这个ip instruction pointer 就是 相当于就是program counter 记录什么 下一道指令要在哪里 好 然后呢 一旦呢 我就呼叫这个系统呼叫之后呢 有趣事发生了 特权等级切换了 特权等级切换了 特权等级切换 而且你可以看到范围就变大了 最大以前你看不到kernel的 但是呢 你一旦呢 透过这个cogex 透过这个系统呼叫 用cogex多数系统呼叫之后呢 你看到范围就在什么 就在linuxkernel 这个范围 你就可以看到linuxkernel内部 当然就可以存交内部的资源 你说这样会不会有安全疑虑 所以事实上呢 在很多的攻击就是去看 有没有这个切换过程中哪些 哪些权限哪些设定没有做好 好 那这边呢 又再继续细讲 就是说系统呼叫 的内部实作是什么 你可以看一件事 比方说你看 我刚才已经跳了什么 linuxkernel 所以注意到 这张图呢 就是从kernel的角度来看 kernel我已经是linuxkernel 我的等级是相对是很高的 它不是最高的 它是相对高的 然后我在kernel里面做某些事 那终于呢 kernel把事情做完了 该回到user 所以注意到一件事 那我就要从最 就是linuxkernel 要跳到 它的privilege level 是比较低的 跳到linuxkernel 所以注意到 跳到linuxkernel 然后我要把什么 我要把我的instruction point 改掉 让它可以跳到什么 跳到原本linuxkernel的地方 而且最关键的地方是什么 最关键的地方是 我要跳到 就是指原本function call 呼叫function call 那个程式的下一段 所以我要继续执行 一般来说 就要干嘛 就要找它的返回值 像这样 好 然后呢 所以你看到这个时候呢 去把做好这个模式的切换 这时候才在linuxkernel 执行user的program 好 好 然后接着我们来看一下 就是说我们刚刚有提到一个工具 叫s-trace s-trace s-trace这样的工具 其实很多啦 那我们来稍微看一下 这个main配置怎么讲 好 那s-trace呢 注意到它是什么 它是可以追踪系统部教 除了这以外 还可以追踪signal 那你有没有看到 这是典型unis的指令 很讨厌的没有 就好复杂 所以它有acdddhi 反正有大队没有 一大队参数 那也不用害怕 一般来说你要怎么看这个面配局 先搞懂它的动机 通常你只看这一行是看不懂的 所以你要看它的动机 把第一段读完 好 它跟你讲说它是一个什么 它是一个 这个工具呢 可以去拦截跟记录 注意到 拦截与记录 系统部教 然后呢 是针对哪个系统部教呢 是你所呼叫 呼叫到的这个process 那你的process 可能会建立child process 好 没关系 那strace也可以提供对应的参数 让你去追踪parent process child process 好 那总之呢 它是在用途看起来就很明显了 对 它可以来协助你 侦测问题 然后可以去 尤其对这些系统的维护者 可以去排除问题 好 不过呢 有个悲剧的地方是 strace的效能很差 所以 一般来说大概会有30倍 或者甚至到50倍的slow down 也就是说 一个程式原本执行的时候 它可能很快 但是透过strace执行的时候 它可能就很大的效能折损 好 然后麻烦的地方是 有些程式 会想办法避免被strace 好 你想一件事 假设你今天是来做坏事的 你写一个程式想要做坏事 比方说 偷偷的 把硬碟里面的资料删掉 或者偷偷的 去把你的个人资料 隐私资料 要回报给另外一台机器 好 所以你看 这样的程式 如果它被strace 这个工具所拦截 被它记录的时候 那你刚刚做那些不好的事情 不就是被发现了 所以有些程式会花很多心思研究 如何跳过strace 然后在某些情况下 还有一点做 那你看到一件事 就是strace它虽然很强大 但是它会有些限制 然后这时候呢 如果你有参调过之前讲座的朋友都知道 可能还记得 我们之前就有个什么 透过EBPF去观察什么 观察做一些东西 这边讲当然是Linux 这是相对新的特征 那最重要的是说 你透过这样EBPF 你可以实做出什么 动态追踪 而且它对效能的冲击 是相对低很多的 尤其比strace来得小 然后我们之后会示范 示范什么 示范用EBPF来追踪系统呼叫 因为我刚才提到strace 它的成本蛮大的 那更麻烦的地方是 它在某些情况下 遇到一些程式 它有些避免追踪的状况 就不能追踪了 那strace打开的时候很麻烦 你会显示一大堆资讯 那你过程中也可以看得出来 一个程式之所能够运作 它其实不是只有你的主要程式逻辑 不然说前面讲到C状态 不然说你想提到的一些 Library Code Library Function Code 基本上都有可能会接触到 所以你用透过strace 你看到是一个 程式之型的一个 被追踪的一个样貌 它不是全貌 它是一个被追踪的一个样貌 然后我们透过strace这样工具 可以把这个东西追踪起来 然后你日后可以分析 尽管它有些效能问题 但是还是一个 让我们理解 做一种运作很好的事情 好 然后接着我们来看一下 就是 你可以把上面的程式码 我讲上面就是这个 组合原程式码 你可以把它改形成这样 好 注意到这张程式呢 这张程式跟上面西元版本的时候 差别在那里 因为西元版本 透过Point 那实际上是呼叫的东西是什么 是puts 那但是呢 我们现在连puts 都怎样 都把它丢掉 看一下 好 那我编一支 得到一个什么 得到一个合法的执行档 好 我这边去执行它 没有意外它可以执行 好 可是好玩的地方是什么呢 这个时候 注意到这一行 我们在这边呢 完全没有什么puts啊 然后呢 我们这边变一个 你大概猜出来 它变成一个系统呼叫 然后这个系统呼叫 叫nrwrite 注意到这个nr 是表示什么 number 就是 就是 就是叫做number1 这个number 好 那那个nr 那你可以看得出来 这个东西是什么 这个东西就是 这个就是write 这个系统呼叫 它对应的编号 每一个系统呼叫 都有一个对应的编号 好 然后我们来快速复习一下write 来做什么事 write的系统呼叫呢 它有 它有三个参数 好 第一个叫fd 第二个是buffer 第三个就是什么 第三个是count 好 所以如果呢 你今天把那个东西带入1的时候 会遇到什么 1就意味着什么 sdout 好 这样东西 看你不知道的话 我们快速搜寻一下 sdou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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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它就会对应到 分别对应到 0跟1 0 1 0 0 1 012 好 所以这个东西就是说 它是这个 在pads 有去规范 所以比方说 它是 那个 2 做为标准错误 2 是标准错误 然后 1 1 标准输出 0 是标准输入 好 然后呢 所以呢 我们那个 没有悬念的 大概猜得出来 这是在做什么事情 就是 就是说 我去直接去使用这个系统胡椒 好 然后 那你想 这个东西有趣的地方是什么 诶 这些系统胡椒 我如果把Write 换成其他系统胡椒可不可以运作 接着你就可以自己做实验 来去观察一下它的变化 好 然后我们这时候呢 透过 Straith 重新看一次刚刚那个编出来的 新的Hello World 好 那你执行完之后呢 诶 你也有看到这一行 你可以看到出来 我真的去呼叫这个 Write 那 由这边来讲话 你大概也可以很浅然猜得出来 这个 NRWrite 它其实就是什么 它其实就是 就是 它编号其实就是1 就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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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有一大约系统胡椒 什么 OpenCourse Write 这种东西 那但是你可以知道说 这个NRWrite 那就可以到这边来 然后呢 这个是1 表示什么 标准的输出 然后好玩的地方是这个 这是我要输出的自串 所以我这边给的东西是什么 其实我给的不是 自串这么长的东西 我给的是 这么长自串的一个开头 然后后面告诉它什么 告诉作业系统 这个长度是什么 是14 然后我就截取其中的14 14 14的资源 然后接着呢 我来查询一下 Syscod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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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MainPage 刚你在查询Syscode MainPage的时候呢 你会发现 又是一个好长好长的东西 但是不要太害怕 先把它打在营物图告中 然后你看看这种东西要玩的 它叫In Direct Syscode 就是说呢 它是一个 它的确是一个系统呼叫 可是这个系统呼叫呢 相当于是它好像包袱一个东西一样 就是说 我有个 我有个变动长度的 那一开始是你的Syscode Syscode Number 然后接着你可以带不同的参数进去 好 那你看第一段很好玩 就是原本呢 我要呼叫系统呼叫的时候 需要什么 需要组合员 对吧 就是像你在前面看到这个 这个组合员的程式 像这样的组合员程式 不管它用Syscode 或是用RNT80 我不管用什么东西呢 它原本是一个什么 原本是一个组合员 所以我就 我让你可以这样 我们透过这个系统呼叫 可以直接 在你不用撰写组合员的前提下 去打到呼叫特定的那个防御扣 好 然后 那值得注意的地方是什么呢 这一段 这一段 事实上呢 在我呼叫这个系统呼叫之前呢 会把原本的 现有的CPU register 把它保存起来 避免说回来的时候呢 这个占能器全断了 好 那在这个Note很值得一看 Note值得一看 那地方在哪里呢 它跟你讲说 它其实有包含一些什么 包含一些对硬体架构的一些 期待 硬体架构的一些调整 那特别就是 有些系统呼叫是怎样 是专属于35元的 反过来说 有些系统呼叫呢 它是 呃 在64位的执行有可能会有 有可能会有错误的 好 再讲一次 有些系统呼叫呢 它可能被限制在 大概32元 这东西最近也叫做2038 UNIS 2038 好 这个2038怎么来的 我们来看 看一下这个故事 这故事很有趣 呃 故事有趣啦 但是 工作就不有趣很累 好 这个UNIS是这样 大家都知道就是UNIS 发展是在什么时候发展的是在19 1969年 Ken Thompson就开始发展了 那后来他的这个同事们 发展说Denstich 就还有很多很有天赋的人就投入 然后正式在贝尔实验室内部发表的时间点是在1970 那这个1970也是什么也是UNIS来讲的话呢 他的秒数 他是在19701月1号 他经过的秒数他会把它记录下来 那但是呢 原本这个秒数呢 是用32万元的整数去记录的 那这时候会有一个好玩的地方是 他是用一个有号的 所以注意到 在这个Sign底线T 这底线T表示什么 表示Type Define过的 Type Define过的一个形态 那这边来讲的话呢 在传统UNIS呢 是用一个有号的30万元去表示 那所以如果说你照这样的方式去看 我秒数一直加一直加 那加到某个时间点 2038年的1月19号的时候呢 这个时间点会绕回来 也就是说它大于这个三色位能够表达范围 所以一直在交下去的时候呢 就会回到源头了 所以如果没有在做修正的时候呢 你会从2038年 1月17号 1月18号 1月19号 然后0点 1点 2点 3点 然后到3点14分的时候 然后这样就会被 就会被识别成一个富的 这个东西非常可怕 你可以来讲的话 2038年呢 就是它自己就对 UNIS来讲这个世界很大的冲击 那当然 这边来讲的话呢 以目前到处来讲还有期限多天了 那这个东西怎么解决呢 你大概猜得出来 就是把32元换成64位 概念很简单 但实际上很难改 注意到 这个东西还是很难改 为什么 因为那表示原本的城市怎么办 原本还有看到到2006年的时候 还有好几亿的城市 好几亿的系统 好几亿的这个资讯 因为资讯系统都在运作三收益 尤其是嵌入式系统 所以这个东西不是说 直接把三收益 变成64位就好了 很多嵌入式系统 连Source Code都没有了 很多嵌入式系统 它根本没办法更新 没办法变更 所有的城市嘛 好 所以这个东西的存在时间 有可能这样 有可能会过很久 那当然 如果说你把三收益混成64位 整个时间就可以增加很多了 你看64位来讲的话 你就算每秒变更一次的话 可以放到2900亿年 不是2900年 是2900亿年 这个非常厚的事情 人能不能活到这么久 都是一个很大的问号 好 所以注意到一件事 就是涉及到像是2038年这种问题 其实这个很不好改 我们等一下还有一个例子 是UN的例子 UN一直到最近 都还在解决这些问题 因为UN在从三收益切到64位 它就会遇到很多 吃到很多亏 而且又还可以向人家相容 好 然后底下有一张表格 你可以稍微看一下 它讲这个Cone Conversion 那我们帮大家画几个重点 看一下 这个这里面呢 我就从这个表格摘入出来 那顺便解说一下 好 然后UN的ARM 没有什么意外 你知道它是硬体架构 处理器架构 好 可是好玩的地方是 这边有OABI 跟EABI 这边O表示 old 就是旧的意思 EABI 表示新的ABI 或者说embedded ABI 然后 现在你用的30欧元的 UN的ABI 是属于这个 好 那后来 UN呢 从2011年开始呢 就推出UN64 或是叫ARC64 ARC64 好 注意到那个念法 这个这个 这个东西的念法 要注意一下 就是 你不能念Arch 要念Arch 好 因为那个Arch AARC64 那个ARCH 好 它那个ARCH 全名叫什么 就Architecture 好 所以你应该把它 应该是念Arch 好 好 那AARC64的话呢 就是什么 就是这个 新的ABI 好 所以你看这个东西 有点意思啊 通常是Arch 有32欧元的Arch 传统的Arch 然后搭配不同的ABI 那有可能是什么 全新的硬体架构 对应全新的ABI 好 然后呢 你看到这边的 好玩哦 eABI 它会有个System or Number 我要用什么 用什么暂时器去传 传这个 它的编号 那在eABI用R7 但是到64年时代 是用X8这个暂时器 然后这个 右边这是什么呢 就是返回值 好 就比方说我需要哪个东西 当作返回值 好 然后在Intel的架构下 在传统的这个 i386 就是传统这个 我们所谓的X86 30欧元的部分 那它是用这个什么 用软体中断 IntBody 好 然后它系统胡椒的编号 是用EX的战断器传递 然后也是用EX的战断器回来 然后到64位的时候呢 上面这个东西就被换掉 换成一个什么 快速的一个系统胡椒的实作 所以这边来讲 它是一个新的指令 叫SYSCO 那Intel有个东西叫SYSENTER 好 那这边讲一个很好的东西 叫做X32 X32是什么呢 就是说我们在64位元的环境下 还是有可能有32位元的层次 你说哪来32位元的层次 你把这个东西拿来主意 就会得到32位元的东西 这其实就是32位元的层次 好 然后再来是有很多层次本身呢 它是 考虑一下相容 所以我们不可避免 还是要准备一些32位元的环境 然后在X32呢 它这个东西很有趣 就是说 在这个X8664的指令来讲的话 会有一些设计 因为它的DataBus宽 它的宽度原本是30位元 我现在提升到64位元 所以我一次能够卡比的资料量 变大了 那当然这个东西对效能会有影响 我有正面的帮助 然后好玩的地方是什么呢 在原本的64位元的架构 还是有一些问题 比方说 你有可能会遇到什么 可能会遇到这个 如果你要传递的是指标 像你哪些东西需要传递指标呢 比方说你要写个link list 那你的指标 长度就是需要64位元 S32这个ABI很有趣 这个Application Binding Interface 意义在哪里呢 就是说我们有机会 想用64位元的好处 但是呢 我储存的空间还是这样 相对窄的 你不需要用那么大的定值范围 去表示一个指标 那这个东西是X32 好 那另外值得一提的地方是 底线Syscode 这一个什么 这一个 这一个 Function 其实呢 是这样 这个WrapperFunction 其实是这样 以前是存在过 那现在已经标注了这样 已经过时了 好 然后 这个成绩呢 在2.6.18的时候 那已经是这样 已经标志成 没有了 所以 像这样 底下这个程式 它去执行的时候 就会遇到失败 或者冰硬的状况 好 接着我们来对照看一篇很好的文章 好 作为这个学习 那这边呢 有个系列的这个奖 另外一个系列上的教材 它很棒 所以我再快速提一下这个 这个东西叫做Compute Science From Button Up 然后 从 名字大概猜得出来 它在做什么事情 就是说 它希望让你去理解 这个电脑科学 所以比方说 它一开始跟你讲说 西元 跟你讲说 这个是尔敬畏的表示 它在每个环节里面 都可以对应到 电脑 比方说Compute Architecture Cisk 律蛇之分 还有不然说 Pipeline SMP 主持续这些东西 它其实写得非常细 那我们今天来探讨的一段 就是从探讨里面 这个跟 作为系统相关的部分 那你有兴趣也可以继续追别的 比如说Process Mutual Memory 然后这个 博圈 然后再一个程式执行 怎么去Debug 怎么去分析 怎么做动态连接 那这个东西呢 你可以对照看我们这个 你所不知道的西元 以及我们这个 核心设计呢 之后也会来 参照这部分的材料 那我们就参照这个材料 说明当复习 比方说呢 我就讲到这个System Code Number 比方说这边提到 107就是Open 那1就是Read 那同样呢 你可以把那个程式稍微改一下 比方说像这个 那你可以把这个NRWrite 把它换成什么 换成 把它换成1 好 然后呢我去编译它 好 那看可不可以词询 诶 还是可以词询 所以你知道一件事吗 这个NR 那 那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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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NRWrite 它其实数字就是什么 就是1 那当然你也可以把它 把这个 类似的东西 你可以把这个10 带进去 然后真的去把某个档子打开来 好 然后 接着 然后就会去探讨一些 不同的硬体架构 那不同的硬体架构 那不同的硬体架构呢 就是 刚才给你看到 Season Code 这个东西呢 希望让你不用撰写组合员 然后提供一些便利 所以我们称为叫做 Indirec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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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传 传入到 这些 不管是Mac 或是方学的形式存在 那从这我可以传进去 那在这边来讲话 就跟你讲说 像他举例来讲 他用这个 PowerPC 那我们大家知道 就是说 PowerPC 以前有个很重要的消费者 是Apple Apple在很长一段时间 所用的 电脑里面用的处理器是 Power的架构 PowerPC的架构 但是后来 一直到06年以后 才开始换到 X8664的架构 底下就跟你讲说 这个东西的使用 那你可以稍微对照看一下 接着我们来看一下 因为我们有涉及到 特权等级的切换 所以我们来看一下 特权等级 然后 为什么处理器要发展 这样一个机制 有两个主要的考量点 第一个就是说 我们一旦 我们的指令本身有privilege 意味着什么 意味着什么 可以更好地去保护我们的系统 你可以想象说 像作业系统这样的程式 或是我们以前叫monitor 这样一个特殊的程式 或者hypervisor 所以不管是你的hypervisor 或你的作业系统 它都是一个特殊指令 特殊的程式 那特殊的程式 我们可以允许 它可以存取到 等级不同的指令 那反过来说 一般的程式 比方说你的hello的程式 或者是说 跑在user program的程式 它的等级就是要最低 所以如果我的等级最低 我在最低的user mode程式 知情到什么 特权模式 特权等级才有的指令 那这时候就会触发一个check 那这时候真正能够使用到这些 特权等级的指令的程式 比方说hypervisor 或者作业系统 它就会侦测出来 就说我查到了 某某user program 不乖 存取不该存取的东西 所以我给它一个警告 或者这样 把这个程式把它kill掉 那像这样的东西 就是可以做到什么事情 可以做到资源的保护 那以hypervisor来讲的话 这件事更重要的 hypervisor也是透过什么 透过privilege 刷选 来实现什么 来实现搭配一些immersion 来实现到处理器的虚拟化 那你其实可以去查一下一些相关的材料 比方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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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出来这些 我出来这些 好 比方说在我们之前有个讲座叫做 抑制多核和虚拟化技术 那如果虚拟化可以去查一下这个部分 那里面我有一份投影片 我是在 这个演讲我是在 2012年的时候 在众议院发表的一个 一个技术报告 跟大家谈讨说 这个 怎么去实作一个hypervisor 以及说 像移动装置为什么需要虚拟化技术 好 好 然后 这个东西是什么 是特权 然后会有不同的等级 那在典型的 x864 0 注意到典型 但是如果你考虑到 hypervisor的一些特殊的指引 比方说VTXVTT 那最 等级最高的就不是0 好 然后 那一般来说我们的UserProblem 是指向Lim3 好 然后在80386 应该说更早之前 80286就有保护模式 不过80286保护模式很麻烦 你进入保护模式就回不来 那80386保护模式变得很复杂 就是说你可以进出这个保护模式 你甚至还有一个东西叫V86 V8086 就是说在80386的系统下 你甚至可以去模仿 为什么会有这东西好生气 80886这么漂亮 我不再讲这个 Virtual 8080 Mode 那你大概猜得出来 为什么Intel处理器要发明这东西 就是为了干嘛 就是为了模拟真实模式下这些机器 为了跑DOS那些游戏 往某些程式 它只能跑在真实模式下 好 那再来是我们来看一下这个 segmentation addressing 注意到 这是Intel架构下一个很奇特 很奇葩的一个存在 后来的处理器 比方说像UNR的处理器 MIX处理器 都尽可能避免这种莫不其妙的 这种定值模式 但是在Intel早期受到很多 早期的架构 像这个Alpha 或者是说当时PDP 这样的一个架构的影响 所以它的定值其实是很麻烦的 它不是真正平滑的 你想定到哪里就定到哪里 不是那么简单 它其实在存取的时候 会有一个叫segment 然后它会透过segment 跟address的组合 然后组合出我真正最重要存取的范围 然后在我们切换不同的REM 比方说从REM0切换到REM3 也就是从等级 就是从优先选等级 最高的降到最低的时候 事实上某些范围 比方说像我刚才提到的 像Kernel Kernel部分就这样 就不能存取了 它通过这种机制去保护 保护到作业系统 因为如果说你的作业系统很脆弱 随便就被人家覆盖掉 那你是不可能去肩负管理的责任 那当然这件事也不可能做好 那这个地方比较复杂一点 你可能需要对照看Virtual Memory的章节 才能够更清楚 好 那接着我们来看一下就是 就是透过K-Prob跟E-BPF去追踪这个系统部角 那我们前面有提到就是说 其实Astress它就是成本 其实是很高 它自己成本是很高的 所以我基本上会透过K-Prob跟E-BPF 如果说你还没看这个讲座的话 你可以去看一下 那我们之后这个讲座也有录影 你可以搭配供笔跟录影去看待 所以简单就是说E-BPF 它要实现的东西是动态追踪继续 那这件事就像针灸一样 你也能生病去针灸 针灸它的穴位去看 就是说如果有一些反应 比方说这个 肾脏比较虚一点 不要不要讲话 肾脏比较虚可能是因为什么 可能是因为吃很多毒物 吃一些有毒的物质 所以它肾脏比较虚 肾脏太辛苦了 肾啊肝啊这种 好 那这个东西就是 你在综艺里面就对应着什么 针灸 好去针 好去看这个什么 看里面这个反应 好 然后呢 这整个东西你可以想像说 它其实就像拍X光一样 或者做X公正 或者拔卖这样 好 那E-BPF呢 它这东西强大的地方是什么 它可以对照搭配一个东西叫K-POP 那K-POP 这东西也是很神奇 好就是说简单说 它可以去动态去修改作业系统 你们觉得奇怪 对不对 好 它可以动态修改作业系统的Function Code 动态修改给定的一个执行路径 好 就是 比方说我的Function进入跟Function离开 好 它可以安插一段程式码 然后呢 这个安插程式码如果是你想要做的程式码 所以 你每次执行给定的这个程式码之前呢 你想要的那个程式码有可能这样 会在之前或者之后可以去执行 那有这样的机制就好用了啊 比如说你要去追踪说 Open这个系统呼叫 到底呼叫几次 到底谁在呼叫它 你就可以在Open前面或者后面 就这样安插一段应有心血部分 好 但是因为动态去修改这个Linux Kernel 有可能不想把它改坏 改坏的话Linux Kernel 就停下来运作了 所以 很酷的地方是 EBPF搭配K-Probe 之后动态安插的地方 就不是单纯的Machine Code 而是什么 而是通过Virtual Machine 去产生出来的Just-in-time的Machine Code 好 这意义在哪里呢 就是说因为我执行在一个Virtual Machine上 所以它的这个存取范围是有限制的 所以不至于说你这个安插了一些最重要的程式码写错 当然就让整个Kermel crash 那第二个是什么呢 你可以在User Space把这些工具准备好 以前你要用K-Probe 你需要写Kermel Module很麻烦 而且写不好你整个Kermel就crash 所以以前做Linux Kernel的实验真的很麻烦 你要想一大事 但是透过K-Probe之后呢 整件事就真的变得很单纯 那当然不止K-Probe整个啦 你可以搭配U-Probe TracePoint 朱车这些这些机制 你可以去搭配去使用 好 那我们稍微休息一下 再来继续带着大家使用这个BPF 来追东西的呼叫 好 那我们刚才提到就是BPF 然后这个BPF的机次非常的强大 而且有一次的地方是持续 整个Linux Kernel一直在变革 那你在这个时间点学习EBPF EBPF 很难念东西 EBPF是很好的一个学习机会 因为过程中你可以像画面中看到了 你可以贯穿Linux Kernel很多层面 从Divide Driver 从这些IRQ啦 Virtual Memory Scheduler 然后 网路的部分 基本上都有机会接触到 而且你刚好可以跟上这一波 Linux Kernel快速改变的一个过程 好 然后 我们来看一下它的工具的流程是怎么回事 然后来看一下 有一个工具叫做BCC BCC是BPF Compiler Collection 这个Compiler Collection在做什么事 就是说要把这些工具把它准备好 所以这个工具办了什么呢 就是比方说西元的编辑 所以你看 你只要专心去想 我要注入了 注入到核心里面的这个逻辑跟流程 要做什么事 用西元去写 然后接着呢 它会把它转成对应的这个Bitcode Bitcode最终呢 会放到Linux Kernel里面 In Kernel Virtual Machine 我们刚才讲In Kernel的东西 我们讲了两次 对不对 一个叫什么 In Kernel的Web Server 对不对 那个前面讲的Tax 还记得吧 那我们刚才讲到就是Linux Kernel 插定走向一个什么 走向一个不归路 不是不归路 就走向一个很不好的状况 就暴山暴海塞一大堆 然后暴露一堆资讯安全的问题 那还好Linux Kernel 没有走向这条路 但是In Kernel的Virtual Machine In Kernel Virtual Machine In Kernel Virtual Machine 是一个很有趣的一个点字 不是点字 就是很有趣的一个机制 In Kernel 好 那所以你看到 我们在作业雄内部 去内建一个虚拟机器 其实有趣的地方是 你就可以允许去安插 一小段程式码 但这个程式码呢 它不足以让系统会崩溃 因为它是被保护的 所以你可以想像它是一个沙盒 所谓的Sandbox 那一个Sandbox的机制去执行 然后呢 因为它是Virtual Machine 所以它接受的是BitCode 那我说BitCode可以从User Space Copy这个BitCode进来 所以我以前呢 我们要Insert Module 是一个什么 一个 Kernel一部分 一旦Insert Module之后 一旦你用这个 Insert Module之后呢 你的程式码就是这样 作业系统的一部分 然后呢 你要把这个Module移除的时候 就很麻烦 就是Insert Module相对来讲 可能不会太困难 但是RM Module的时候 就会遇到一些很麻烦的问题 因为有些Module有可能 已经初始化了 初始到一半了 它不准你去 去Unload 所以甚至会有一些Option Option老板 Kernel的Complied Option 可以允许 你是否允许可以强制Unload 不过注意到 它还是会有一些什么 会有一些风险 大家看到 如果你用Kernel Module写就很麻烦 就是说Insert Module的时候会有问题 RM Module的时候会有问题 或者说 Kernel Module没写好 导致Linux Kernel 整个大出问题 会不会有 反过来说 透过BPF这样的一个 InKernel Module Machine 你按照小的程式码 再搭配前面讲的 像K-Pro 那你就可以把一小段程式码 直录 然后我这边做一个示范 来看一下这个 我做一个小小的程式码示范 好 我们来看一下这个东西 这是Python写的程式码 那刚刚我们不是提到BCC里面有 有C compiler C compiler compiler C compiler compiler程式在哪里 就这里 这个 反白的区域 其实也不叫反白 它就是标示出来的区域 这是C元程式 可以注意到这个机子 好 然后呢 这个东西呢 就透过K-Pro 那K-Pro的写盘 很很直觉 就是说 假设你要追踪的程式码是 InetListen 好 那你就在前面写个K-Pro 好 所以我就InetListen 在那之前呢 我就什么 我就会去执行到 就执行到 执行到这个 这个 function的时候呢 因为我安插一小段程式码 你来讲一下 原本 InetListen 假设是这段程式码 那我做什么事 我在那边安插另外一段程式码进来 所以当我在 Kernel 一旦执行到 InetListen 这个 function的时候 我们安插了程式码 也会更能执行 所以我会印出一个什么 印出一个Hello 好 然后注意到呢 我们这边呢 不能 呼叫Print-K 需要呼叫 BPFTracePrint-K 你可以Google搜寻一下 有些结果 简单说 它是个精简版的Print-K 好 我们之所以不能直接呼叫Print-K 是会遇到一些 那个 Virtual Machine 那个什么 Virtual Machine执行 Print-K很复杂 所以我们会遇到 还有很多同步问题 但是我们要的东西是什么 是在Virtual Machine里面 把这个必要东西输出出来 那时候我们有个T代表 叫BPFTracePrint-K 好 然后呢 这段程式码呢 我们来跑一下 跑一下 好 那注意到 执行的时候需要什么 需要root的权限 好 那我们把它执行起来之后呢 好 我们准备一个新的视窗 像画面这样 准备一个新的视窗 好 我准备好这个新的视窗之后呢 我们既然要追踪的东西是什么 我们要追踪的东西是这个 InetVist 好 然后 我们可以用这个NC这个指令 命令 好 然后你看到 我这边执行次的时候呢 另外发生变化了 好 把这个视窗改一下 让你看到它的那个差别 好 你看到我们刚才要追踪的东西是什么 是这个Inet InetListen 对啊 然后 我这边 又在什么 又在 又在做网路风包的处理 好 然后再Listen一次 好 那你看到这边好玩的地方是什么呢 当我每次有InetListen的时候呢 我们放的这个程式码 就这样 就被安插进去 好 然后接着我们来看一个好玩的地方 来看一下NC NC的这个 Main Page 来看一下 NC的这个工具 工具很强大 好 比方说呢 你要让两台电脑 两台电脑 可以相互传资料 好 其实你根本不用弄什么web server 甚至不用用到 你甚至不用架设web server 也不用架设fd server 只要两边电脑上都有 互有NC 就可以了 那NC的全名叫什么 叫NetCAD 那这东西很强大 就是 CAD的功能是什么 是把档案 的内容 读出来 然后输出到哪里 输出到标准输出 那是CAD 那你可以想到 这样的东西我把它 转换成变成网路 好 所以我可以去把一个档案 档案内内容 把它丢出去到网路上 也可以反过来 好 我去等待 等待什么 等待什么 等待网路的通讯 那我也可以把它 转向到其他地方上 好 那以这边来讲话 我们来看一下它的功能 就是这边有几个 我们今天用的那个参数 我们用的参数 注意看它的参数 不要把i跟l搞错了 我们这边下的参数是l l在哪里 l在正 就是说我呢 要求什么 NC去 倾听 即将到来的连接 好 然后呢 然后 所以我们其实它的功能就是 就是listen 然后这段code好玩的地方是什么呢 就是 所以我实际上呢 我们在BPF 注册的程式 是要去 要去对这个listen 就是每 只要listen发生的时候 我就印出一个printlk 所以刚才那段NC 就是做了什么 它其实就是listen的动作 好 那我每次listen 就会有对应的printlk 那printlk 这边的 你可能看 这边你可能 发现这个很奇怪的地方 这是timestamp 所以你可以从这个timestamp 也去知道 我在几分几秒 做了什么事 比方说我的最终的东西叫 叫做什么 叫做 叫做 iNetlisten 但是过程中呢 你的成本又很低 对不对 你从头到尾不用执行什么 就是让你的电脑 原本该跑 该跑什么就跑什么 所以你看我的电脑里面 我有48核心 那我原本已经有很多任务在跑了 比方说 比方说你可以看到说 我的电脑里面 有一大堆任务要在执行 这么多任务在执行 但没关系 为什么 因为我呢 已经告诉另一个kernel 只要iNetlisten 它被执行的时候 我就把它都印出来 所以我的追踪系统汇料成本 是很低很低的 这跟Strax的原理是完全不同的 Strax的原理是 我今天用Strax这个程式 注意到它是一个user program 去载入另外一个program 那我每执行一个指令的时候 CPU的那个instrax的指令 那我每次一个指令的时候 我就这样 我就相当于是一个 你可以把它当做像直一期这样 我就是一道指令接着一个指令 去干嘛 去执行 然后Strax就是一个 一个系统汇料接着一个系统汇料 那实际上用的东西是什么 它是用的Ptrace 它是用使用到Ptrace这个系统汇料 它去追踪一个什么 一个执行中的一个process 注意到这个成本是非常高的 而且有很多防止被Ptrace的机制 比方说有个东西叫做PtraceMe PtraceMe 就是比方说这个 你可以透过这个P 就是像PtraceMe这样的一个机制 就开始说 你要怎么透过这个Ptrace去追踪 那注意到Ptrace的成本是非常巨大的 然后所以往往我们有 可以透过这个EBF的组合 可以让这件事变得轻松很多 那这边再快速看一下 那这边0是表示本地端就都Ptrace的 然后这个42424是什么 是破满本 那如果你把刚才那段程式码修改一下 把它的原本的第八行 我们来做一个变更 来看一下 变更程式码 你把第八行 第八行原本是这个 然后把它改成什么呢 我把它改成这个 这个 那这两个差别是什么 就是把额外的backlog输出了 好 那我们重新来 仔细了 那这时候呢 我们就用到前面那个nc 好 再看好玩的地方是什么 那个backlog就输出了 那这边来讲的话呢 那我们那个以inet list来讲的话呢 那个backlog 会输出什么 就是等待的 就是等待 最多等 最多等待中的这个contention有多少个 好 那目前显示为一个 好 然后除了这以外呢 你还可以做什么事情呢 你还可以做一个变革 你可以尝试做一件事就把什么 把刚刚的那个要透过cable去插入的程式码 把它改一下 好 来看一下刚才的修改 好 所以看到这个很舒服 对不对 就是 你原本需要写cone module的这些事情 只是为了做观察 只是 很多人写cone module也是为了印出hello 对不对 与其要印出hello 你不如用这个bpf 轻松多了 对不对 而且还可以用 底下还可以写你喜欢的python 如果有输出的话 好 那我们做什么事情呢 注意到这个东西 我们尝试去从这个sakit 注意到 就是它有的iNetSakit 那你有兴趣 请看一下这个linuxsakit的一些 课论的一些书籍 还有一些材料 那简单就是说 我们需要怎样 从这个linuxsakit 内部的这个sakit界面 去读取出特定的栏位 比方说这个地址的栏位 比方说port的栏位 好 那这边要注意到一件事呢 你会需要这个 恩典的转换 注意注意 这个就是 因为大家都知道 电脑是什么 是big data big ambient data 好 然后 然后这个东西很麻烦 要讲什么呢 就是你呢 需要去转换 转换在 我们的所谓的Network by order Network by order 在讲什么 就是讲那个big end点 那你的电脑呢 是little end点 所以我们就设计到big end点 跟little end点的转换 所以包含说你的 比方说你的host address 或是host的那个port 那基本上都要做这种 by order的转换 好 所以这也是为什么 你不能直接把他的 那个资料结构拿出来用 好 不难 因为你需要做这样的转换 好 那一旦呢 我们做这样的转换之后呢 我重新启动 再做一次实验 好 那这是好玩的事情发生了 你看到 我们今天是本地端的机器 0 那今天我是4242port 那如果把424port 那如果把424port 换成1234 需要带领1024port 所以这时候你变成1234 那这个东西有趣的地方是什么呢 因为我们追踪的东西呢 是我们追踪的对象是这个inet listen 好 所以我们追踪的对象其实是inet listen 好 那这个这个这个方式被执行多少次 好 我对应动作就做几次 好 但是当我没有在执行的时候呢 我就 我们追踪的车门几乎可以当做没有看到 好 所以这是很重要的一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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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机制 好 好 这边文章呢 就来跟你讲这个bpf 好 然后这个ebpf的这个搭配linux 可以做好多有趣的事情 好 好 像刚才那个例子就从这边改过来的 好 所以就是我如果要去干嘛 去看inet listen 好 我想要去追踪这个function 好 然后我们 我们在那个之前这个ebpf的讲座的时候呢 有跟大家提到这个 好 就是说是让linux code2300万好 你真的是没办法租航去追踪 你连page down都不知道按多久才按得完 特别说去深思熟虑 想多他你的运作 而且就算你深思熟虑好了 当你顿目的时候发现怎样 又改的 又改版了 或是你看了程式码刚好就不见了 就消失了 有没有发现这种事 多的是好 linux code一定大的一种经验 所以你需要做什么呢 你要即时行的就是看到一个程式码 看到他有趣 赶快去做一点事情 然后开始去想 你可以在这边怎么去琢磨 然后去思考出有哪些相关的 或是找出一些潜在的问题 还有说新的一些修改 我怎么去运用 好 那你看到在这边来讲 这边我刚才有提到 就是说 当我要去倾听一个tcd的socket 在tcd的socket上去倾听这个连线的时候 那我们这个listen这个系统呼叫 它会设定它的家族 iNet的家族 就是这个设定我的F 给定的一个family 然后再设定它的socket string 然后它对应的 注意到 listen是什么 listen是系统呼叫的名字 注意到 listen listen是系统呼叫的名字 系统呼叫名字 然后它对应的liners kernel的 实作的方式叫iNetListen 我们去看这个程式码 这边会列出一段程式码 它叫做iNetListen iNetListen它是什么 它是一个用来实作 listen系统呼叫的liners kernel function 所以你可以看到很好的地方是什么 刚才这个强大的kpro的强大的地方是什么 就是你看一下这个程式码就被安插到什么 被安插到这段程式码的前后 所以你可以以刚刚的例子来讲的话 我执行的时候呢 我就干嘛 我就把资料结构里面的这个东西把它 把它 把它 截取出来 然后做你什么 做你想做的事情 比方说你把必要之间把它 把它显示出来 所以这个东西你看 这个东西非常的强大 你只要对liners kernel有足够熟 你就会 你就可以把你想要的东西 弄出来 好 然后呢 逛了这个来讲的话 我们刚才示范什么 做一个 backlog 那或者说像我这些 截取一个什么 特定的 特定的结构 就是我把这个特定的结构把它 截取出来 好 然后你还可以干嘛呢 你甚至可以去 有个东西叫namespace 我在liners kernel liners核心设计呢 我们之后再跟大家讲namespace 注意到namespace是liners 这十年有个很大的变革 就是还有个东西叫namespace 这个机制的引路 可以去解决 像那些container 啦 virtual machine 里面 就是网路资源分配的问题 还有包含说你的 这些内容的interface 还有包含说这些虚拟的 虚拟的这些 virtual的内容的device 我会怎么去拿 我会怎么让他做到彼此间的沟通 好 然后 所以你接着你可以做一些这样的实验 你可以去搜寻eBPF 然后Season code 然后加tracing这样一个关键字 然后去找网上一些范例 那你都可以去玩玩看 你不用担心把电脑玩坏 这东西非常安全 当然有时候你会把系统玩坏 就表示你抓到什么 抓到bcc的bug 或者抓到eBTF的bug 也不要太能过 遇到这种事 反而是值得开心的 因为你遇到bug 你可以去Linus Kernel 没有Linus 去上面说 我发现问题了 好对 tuck me 赶快来抱抱我 不要f我 好 然后 那接着我们来跟大家看 说Linus Kernel 它对这个 系统呼叫始作的一个机制 像刚才我们刚才的文章 我刚才引的那段文章 看到什么事情 它说 这个inet listen 其实是什么 其实是 系统呼叫始作的 始作的程式 那你就会好奇说 这样的东西 怎么去找出来的 以及说那个路径到底是什么 这些方形扣到底怎么发生的 原本系统呼叫做listen 但是为什么后来叫做inet listen 那到底这中间 经过多少路 路图 以及中间的处理器模式 到底切换了几次 这就是我们要去思考 好 那我们这时候呢 打开这个x864它的这个 codegate 程式码 我看一下 好 GPU 2.0 对 这是92共识的最佳实践 这是普世承认的92共识 好 好 来看一下就是说这个 呃 事实上呢 在里面有个好玩的东西 这个 这个东西叫什么 Syscore Table 然后 这里面呢 你可以看到说 这个东西叫 NR Syscore Max 好 看一下这东西 好 在我们的电脑里面呢 它会有类似这样的一个 就是 像这个仪库 就是 S8664 注意到 这有时候它里面的一些实作会变更 所以你读这文章的时候 最好你拿你手头上的那个 林斯克隆做对照 或者说 你去看一个文章的时候 要认真看它的版本 好 比方说它跟你讲它的版本是 2.6.33 好 那你几个把2.6.33 找出来 然后找出它对应的这个Source Code 来看 好 那你可以看到这边来讲 后呢 在这个 NR 好 NR就是Number 这是System Number 最大的 是怎么定呢 就是比方说你会一直列 一直新增 好 那我就把它变个 好 你这边来讲 我新增一个东西叫Freadlet 好 Freadlet 好 那这个东西是最后一个新增的一个系统呼叫 好 所以我就把这个 max定义成这个 好 Freadlet 好 跟那个 然后 这个就是我们的系统呼叫 好你看 那我在这边来讲的话呢 我们就会列举出一大堆 好 就列了一大堆 然后呢 一开始呢 就是一个 这样的一个 通用的 通用的一个进入点 所以你可以想一件事 好 注意到啊 这个是799引入的语法 你可以加 你这样点点点 表示说 我这每一个 这每一个index 它都会填入一个什么 填入一个 一个 这个 这个 预设的一个 预设的一个 对应的那个 操作程式 就是操作的那个函式 好 然后呢 然后呢 我的table有多大呢 就是我最 我所支援的最大的系统呼叫 好 我们知道1是什么 系统呼叫1是write 好 然后开始一二三四一直加好 像刚才那个 刚才那个 变更呢 你看它的number已经冲到 冲到285了 好 Linus Kernel这几年很节制的 尽可能不要让它冲到300多 但是 之前是真的蛮多的 就是 之前尤其爆三八加一大 就像尤其像tax 这种 这种这个违反Linus Kernel 一些设计的原则的这种 机制加热来之后 Linus Kernel 曾经有一段是300多个系统呼叫 不过 这几年已经很好的 已经试着去调整 好 所以看到这边是一个什么 System CodeNum CodeTable 所以我们在这个 发生中断的时候 在你 遇到这个CodeGate的时候 会去查询 对应的这个CodeTable 那里面的index就是 System CodeNumber 但是这个东西的对应是怎么一回事呢 我现在开始来思考 好 好 来看一下 前面有没有片 可以对照看的文章 好 那我们在上面呢 就有一个 呃 我们就 我们回顾一下前面的例子 不要说像put也好 printed也好 它最后内部 其实会对应到一个系统呼叫 叫做write 对吧 然后呢 我们刚才有提到这个 这个System CodeTable 然后这个System CodeTable 就会去注意到 这个include的位置 超帅的 好 所以你看我这边有固 那所以比方说 这后面你要有的什么write open close 就被展开到这边来 好 那如果你有写的话呢 它就会更新 好 然后 比方说以这边的例子来讲的话呢 这边最大的那个max 好 已经到了322 好 最后一个加入的一个 最大值的这个System Code 它的编号为322 好 然后呢 你看到预设的这个linkage 就是这样 预设就是 就回传 好 跟你讲说function not implement 好 这个东西很重要 这个这个讯息很重要 所以有时候你会遇到说 有请在embeddedness 系统 embeddedness的时候呢 你会发现 我有些程式 指引在我的环境里面 它会出现function not implement 为什么 因为在原本 原本的System Code 都会有个对应的 对应的一个 这个回传值 然后 一旦系统 增测到这个回传值的时候呢 就会显示这个讯息 好 也是这个 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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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以 增加 按 那特别注意到的一件事就是 我们前面有讲过64园 64园 很麻烦 简单就是说 在尤其要向下相攏的情況下 會有這種六四的問題 尤其跟Tina,Data,Sec,Tina,Data,Sec 都會有大家的關聯 跟這些東西有關 好,然後接著什麼呢 就是我們把這樣的東西 在Linus Kernel 把這樣的表格準備好之後 下一個環節是我們的 CallGate 要怎麼處理 所以你看這東西很好玩 這東西就是前面我們提到這個什麼 我們提到那個Segman 那個Cose 那個CSEIP那些組合 這個是比較S86導向的 那你可以稍微妙一下 總之它需要一些協助 然後它後面其實比較困難 所以我在這一次講座沒有去特別提 那大概可以猜出來 這個東西跟參數的傳遞是有關聯的 好,那我們接著再看另外一篇文 在另外一篇文章呢 它是在LWN的文章 就是Linus Weekly News 強烈建議大家一定要去訂閱 那你們可以看到最新的Linus的發展 好,然後在這篇文章呢就跟你介紹這個什麼 介紹這個系統步驟 系統步驟的一個概況 好,那在Linus Kernel有大量的Macro 那Macro就是有可能會長成長成像這樣 好,那你會看到像什麼SysCodeDefine3 好,那你看上面這個Function呢 它就是一般的Function 好,大家這邊標個StakeIn9 表示說這個Function在用的時候會被展開 而且這個Function只有在這個點系檔 好,或是我們更正確的數字叫做CompilationUnit 好,只會在這個CompilationUnit存在 好,看得到 但是呢,下面這個東西就好玩了 好,下面這個東西呢 你看得出來是什麼呢 它就是去實作Write 所對應的什麼 對應的Function 那我特別去標,標什麼呢 我今天需要帶入三個禪數 所以你看,我今天需要哪三個禪數呢 第一個是我的FD 前面這是形態 所以真正的禪數是FD 好,然後你的最終的Buffer 名字叫Buffer 然後它的Count 它的形態是Sign的底線T 這是5號的整處 好,那你看這個東西好玩的地方是什麼呢 它就是提供系統呼叫 所以我們透過這種方式去 對給定的這個Linux Permal Function 讓它變成可以去接受系統呼叫 那所以這樣的好處是什麼呢 當我呼叫Ret也好啦 Ret也好啦 以這個例子來講是Read 然後我User是Read User是Read 然後呢 那我就透過這個CodeGate 然後我去查詢前面講的那個表格 那查詢它在哪裡 那我就跳進來這邊執行 然後User在呼叫Read的時候 不是會帶一些參數嗎對不對 複習一下Read會有哪些參數呢 Read的第一個參數是什麼 就是File Descriptor 第二是Buffer 第三是Cone 那這三個呢就依序 代入從User 代入這個FD Buffer 以及Cone 就這樣 代入到Linux Permal面 然後去做對應的操作 Linux Permal給你這樣一個什麼 給你這樣一個便利 讓你去 去處理 那這時候呢 你又不用管說底層的架構呢 是Intel架構 Under架構 或是其他的處理架構 你只要認真去想 認真去想它的編號 還有它的參數個數就可以了 好 那接著我們來思考一下這個 這個什麼 這個System Code Table的Entry 這東西到底怎麼去發生呢 這東西有點學問 所以事實上呢 在我們不管用哪一種CodeGate 不管是SystemEnter SysCode 或是用Int80 80H 這樣的東西呢 當作這個CodeGate 不管你用哪一種CodeGate 總之呢 我們在初始的時候 注意到 在初始的時候呢 事實上會怎樣 會把這個 對應的這個 對應的這個名字 對應它的這個 對應到客戶裡面它的 Function Name 以它的編號 會怎樣 會寫進去 然後注意到 這邊是有個工具 叫SysCode TBL TBL在Linus Kernel 意思 都只有一個 這樣子嘛 不是TLBL 不要搞錯 是TBL TBL在Linus Kernel 就是Table的縮寫 好 所以事實上呢 你去讀Linus Kernel 絕對不能只是用讀的 你一定要做實驗 為什麼 從這邊你就看得到 Linus有一大堆程式 根本就是動態 或是編譯的時候 才去產生的 所以這些東西 你都看不到 你不會只是閱讀程式碼 然後瞬間懂不可能 你閱讀程式碼 只是頂多找到一些見鋒插針 或是頂多找到 讓你覺得很純粹 你要真正去掌握它 就要去修改它 那修改Linus Kernel之前 就是要去愛它 你要去想 你要去想 原始設計人 想什麼事情 要怎麼設計 一個科隆是怎樣 又寫法要很簡潔 不用寫一堆註解 但是程式碼 自己 其實天底下最好的程式註解 就是不需要註解的註解 所以我沒有註解 但是程式碼 Function Lane取得好 Function的結構取得好 那Linus Kernel 某些程度是很優雅的 像剛才給大家看了一個 它就很優雅 就是說我這邊就是真正 真正這個 把這個牌板我排錯了 這應該要縮牌 就真正我實作的地方是 真正我的這個列錯的是在這裡 然後這邊又可以透過什麼 透過工具去產生表格 這樣表格出來 從來當然就是去描述 描述0是對應到綠的 1是對應到right 所以剛才我們有提到那個 那個什麼 那個 這個 Function這個東西 那就跟 跟底下這個東西是有關 所以我們就有這樣的一個表格 好 那你看 我們來這邊看 這個東西超棒的 所以假設你把這個表格 準備好之後 後面好玩的事要發生 一旦你把這個表格 準備好的時候 好 那你看 我們在User Space 去指定它的這個 Sign Code Number Sign Code Number 這樣我們指定成0 這個東西怎麼查呢 還記得剛才不是有個表格嗎 這裡 就說 在 X8664 Sign Code Number 是存在哪裡 RAS暫存器裡面 所以我就把0帶進去 0就表示什麼 0就是這個 3的 好 那接著就是Sys Code 那一旦呼叫Sys Code的時候 我們的特權模式就改變了 原本這個User Space 就是Ring3 特權等級是最低的 好 但是我這時候 我就會透過這個Sys Code 這個指定 那我就會切到什麼 我就切到Ring0 那一旦切到Ring0的時候 我們這時候就會去查表格 好 去查詢說 這個 從這個 從這個 Rs去查 它對應的 我應該就要什麼 要去執行這個Sys Code 的方式 好 所以你看到這個環節很像什麼 很像以前接觸過的這個 就是Intra Handling 非常像吧 但是只是Intra Handling 它會有一個什麼 它會有一個Vector Table 其實在某個角度上 還蠻像的 所以你看到Linus Code 在設計 不管是Sys Code 或是這些 Intra處理 在失誤上 有一些地方是相似的 不過Intra的 iStar Intra Service to Team 它其實沒有參數的概念 它其實也沒有反回值的概念 所以這個 你不能完全當作一模一樣的東西去看待 因為Sys Code是麻煩的 它設計叫參數傳遞 那你有沒有想過一件事 那如果參數傳遞的數量不對 會發生什麼事 你可以自己寫個程式 把那個參數故意輸 寫個錯誤的參數數量 那這個東西怎麼做呢 你可以修改 剛才講的這個Sys Code 你可以故意把這個數量寫錯 來觀察一下會輸出什麼結果 然後你可以看到說好玩的地方在哪裡 好玩的地方是 我接著什麼 我就跳進來這個空中去執行 然後我們之後再講這個Linus Kernel的核心設計 我會來跟大家分享一個章節 就是講Linus Kernel內部的這個物件導向設計 那Linus Kernel高度物件導向設計 所以事實上我雖然我的透過這個Sys Code 這個指令 讓我去查詢 讓我切換到特權模式 特權等級 我切換到特權等級之後 然後因為我原本就有註冊這個Table 所以我會跳進到Sys Read去執行 但是最終最終 像是你EST4的這個Read EST4檔案系統的Read 或者是說VFET的檔案系統的Read 還是其他的檔案系統的Read 是用別的方式去讀取的 那這邊來講 你可能知道一個詞叫什麼 叫做VFS 叫做Virtual File System 好 那這個東西很酷的地方是什麼呢 事實上這個Sys Read 接下來就會接著會透過這個FRead 講出來這個 不是FRead 這個Sys Read 接著會透過Virtual File System 去找到對應的這個使作 好 我們休息一下 那我們剛才提到的就是 我們一路呢 從User Space 然後到Kernel Space 那中間涉及到這個 系統呼叫的表格 好 然後後面的這些程式碼 就是相對應的 要處理機制 那特別提醒各位就是 裡面在X86很麻煩 裡面是什麼 它的CSDS 然後這些secrets 然後處理很關鍵 然後在其他的架構就會單純一點 比方說在這個 UN的這個架構 這部分程式碼會短很多 好 然後這邊也提醒大家就是 如果你要徹底的掌握這個 Linus Kernel 你真的要花很多心思去把這些架構專屬 去看懂 因為Linus Kernel在設計的時候 像 左邊這張圖的路徑呢 是所有架構通用 但是細節的話呢 就會隨著不同的硬體架構 一些差異啦 比如說你要怎麼去處理 這個Memile Protection的那些問題啦 你要怎麼去重新對應 當我從LinView跳到LinView LinView跳到LinView 它其實看的範圍是不一樣的 然後它的定值的一些屬性也會不一樣 好 然後呢 但是這個 這樣的流程 我們大家已經有解釋過 所以大家可能比較清楚了 接著我們來看另外一個很神奇的東西 叫做VSysCode跟VDSO 這兩個東西就乍看很奇怪 而且其實呢 這東西你很可能已經看過 只是你從來沒有注意看 好 比方說呢 我們這台電腦裡面呢 它會有個GIT 這GIT大家都知道嘛 這是LinView跳到的大作 當然它現在已經沒有在維護這個GIT 由社群去維護了 那LDD這個命令可以做什麼 來看一下 LDD LD這個命令呢 它可以去印出一個物件 注意到這邊講的物件 基本上就是執行檔 就是一個執行檔 或者一個共享的一個函事庫 好 那我可以把這樣的一個執行檔的相依性印出來 好 它的行為呢 基本上就是 比方說我們 找我們那個GIT的程式 那GIT在這裡 所以我就去把LDD 好 然後呢 你可以看到說它有些相依的函事庫 好 比如說呢它相依什麼 相依C library 好 它用C原寫 好 就是Link到Libc 好 那你看喔 我在 程式碼裡面它的描述是 我希望有什麼 Link到Libc.so.6 好 然後那個Dynamic Link就會想辦法去找 好 找出來說 它其實是在什麼 在Lib底下的S864 Linus GNU 底下的Libc.so 好 然後 除了這裡外呢 它會 它是動態連結 所以這樣 這邊是動態連結 所以它會有LD Linus 好 然後在 我們有一個 有個章節 就是 如果你有興趣的話可以去查詢 我們在那個 你所不知道的西語言裡面的動態連結篇 好 我在你所不知道西語言裡面來講 這個講座裡面有一些章節 好 那其中有個章節就是 動態連結器 好 那有興趣可以去查 然後這一樣也有錄影 好 好 然後呢 欸 你就一直看 那比方說這個Z Z就跟什麼 跟壓述有關 跟compaction有關 好 然後 那這邊是 pthread 大家猜得出來 這個東西是什麼 這個東西 Git跟 pthread就有關了 所以這個很合理嘛 好 你用Git 為什麼用起來 比很多像HG來的順暢多了 因為它的這個 多子音訊寫得還不錯 然後 就有個地方很怪 你有沒有發現 這個linusvdso.linus.1 這個什麼 這個檔案找不到 然後你看這個找不到檔案 其他地方都找不到 雖然你可能不知道它的用途 但是它找不到 但是其他地方都找不到 但是這個東西找不到 你想 那請問我指引Git的時候 會發生什麼事 會不會遇到那個相應性不足 然後不能指引 神經事 什麼屁都沒發生啊 什麼問題都沒發生啊 對不對 命就跑得很好 對不對 然後這時候呢 這就讓我們有一個困擾的地方 就是說 你問Git說它需要什麼 LDD就會印出它需要什麼 我們當然在找LDD的時候呢 其實你看到一個好玩的地方是 它有個對應的功能 這個 好 object dump 所以不要說 object dump 然後呢去找 去找Needed 好 然後你看喔 我如果用object dump 去顯示的話 跟那個LDD 抱歉 嗯 用LDD呢 你看 這兩個東西的差別在哪裡 因為LDD的指令 它會去 LDD這個命令 它會去詢問 Dime Link 那Link呢其實有查到說 它其實需要什麼 VDSO 然後 然後呢這個 object dump 是完全只是掃描 EF執行檔裡面的內容 那 在EF執行檔裡面 它其實沒有這個VDSO 所以這個 注意到這個 這個東西 這兩個東西的差異 你看其他地方都是怎樣 其他東西 顯示上都是一致的 但是 差別就在於說VDSO 但講到VDSO還是覺得很奇怪 因為 你根本不知道它在哪裡 但是為什麼檔案 這個程式 還是可以執行 好 然後呢就感謝網友 做了一個非常棒的一個發展 這個東西呢就跟神秘的 就是這個VDSO 跟神秘的檔案系統有很大的關聯 然後這個網友整理得很好 那我就直接拿它的材料 所以這東西真的很難理解 尤其呢 Intel架構上涉及到什麼 32.0到64.0的變化 然後有很多東西就是會交互影響 那64.0的S8664呢 它其實有很多地方是比較洗電的 就譬如說不要用Syscode 這個東西 不要洗電 就不用用RMT80H 這種軟體中斷 或者Trap的方式 然後呢 但是麻煩的地方是 你看Linus kernel程式版 S866 32文言部分 還有S866 64文言部分 有很多程式版 真的是共有的 那很多機制呢 是這兩者 看起來是共有 但是執行的時候 是兩套不同的 路徑 有沒有可能 有 所以這篇文章呢 就跟你講說 他要去探討這個VSO 跟這個VSYS 然後 這篇文章也交叉對照了好幾個版本 然後我們看到 就是說在舊版 在很舊很舊的Linus 這個很舊了 這個東西大概在 什麼時候出現的 我現在看 在這個 九 九 九六年吧 九五年九六年那個年代的東西 然後反正就是很 欸? 我講錯了 那是二點 那是二點 等一下我頭暈了 二點四 是在這個世紀初 也就是2000年 2000年、2001年的時候的事情 就是那時候是有這個 那時候在Testing 然後 然後 2.4是一個非常穩定的東西 那後來他到後來就變2.6 那2.6 穩定到大家不可思議 所以原本呢要 人們要討論說有沒有2.8 那就直接變什麼? 直接變3.0 那現在變4.0 反正每對一段時間就一個大的改版 就是版本它就跳很多 但是就沒有像過去那種 像說有個什麼 奇數版表示開發中 那偶數版表示穩定 那這種模式已經被捨棄了 反正對Linus Kernel來講 開發者就是一路往前 而且Linus Kernel現在超過九成的開發者 都是全職 全職投入 那所以這個演化比過去快得非常多 好 那總之在過去的這個實作來講的話 這個系統呼叫 的實作是透過這個軟體中斷 然後涉及到這個CPU模式的改變 所以它會需要一些時間 這時候就很麻煩 因為模式的改變 模式改變它是一個成本 但是對多數的這個系統呼叫 比方說你是檔案系統的 你是比方說你這個什麼 Fsync Fsync這樣的東西它是 它是把你的 在這個什麼 在這個 Buffer裡面的 資料 在你的機體的資料 跟最終的Device 做同步 所以你的Buffer可能已經 要讀 已經讀寫好幾筆資料 但是你在你的最終的Storage上 還沒有更新怎麼辦 那你就可以用 Fsync 或是Fdatasync 這一系統呼叫 可以去協助你 可是你有沒有想過一件事 這種東西的耗的時間當然是比較多 你花在檔案的時間是 檔案系統的時間是很長的 可是在某些系統呼叫來講的話 它需要的時間很短很短 它可能就讀特定的欄位就回來了 可是 就是 就在設計到模式轉換 比方說 像有個例子很有趣 叫GetTimeAday 那怕你不知道 我們來看一下 GetTimeAday在做什麼 GetTimeAday 顧名思義就是 去詢問 詢問現在的時間 然後它有一個Structure叫 TimeVor TimeVor這個 TimeVor其實它是 Value的意思 反正這個 TimeVor這個結構 它其實跟你講說秒數 還有它的Microsecond 好 然後這東西出現很久了 在這個 UNIS的System5 注意到 這不能唸V 這個不是唸V 這要唸5 對 5 那個5 System5 5 就出現了 但是很 很 很古老的東西 它就是去 所以它的實作其實很 很單純 對不對 它做一個系統呼叫 就是去問Linus 內部的時間 好 那你有沒有想過一件事 這個 只是詢問Linus Kernel 內部的時間 它只是去查一個什麼 去查詢 資料結構的一個欄位 所以其實它的動作很簡單 就是讀取裡面的資訊 但是呢 我無可避免就是有 CP模式的切換 那這時候 又遇到很尷尬的事情 就是比方說使用者寫程式 它就寫一個程式 比方說Fore圈 那Fore圈呢 它就是什麼 在Fore圈 進入前 呼叫 Get Time of Day 然後Fore圈離開的時候呢 呼叫Get Time of Day 然後你會發現一個很悲劇的事情 是 因為Get Time of Day 它本身就是一個系統呼叫 系統呼叫 就是有成本 就是有CPU模式切換的成本 那可是這個成本呢 忘了就比這個 忘了就比這個 查詢資料來的大 所以人本就開始思考一件事 就是開始講說 有沒有可能說 把某些系統呼叫把它虛擬化 就是說 我不需要每次都去做 CPU模式的切換 不過 以前有了很多人做過這種事情 所以有時候你看Linus的資料 有時候會覺得眼花撩亂 這是正常的 因為很多人會去提案 注意到 很多人會對Linus kernel做提案 這也是為什麼Linus kernel 每年都有一大堆研討會的原因 這個Linus Foundation 比如說你可以查Linus Foundation events 那你在Linus Foundation可以查到很多Event 我們隨便列 有沒有看到 像今年在Saint-Cosay 就是OpenVswitch 就是跟NFB有關的 然後或者說在Seattle會有一個FoundationDB 怕有人不知道FoundationDB是那個 之前是Apple買下的公司 那買下來三年之後 Apple又把Source Code重新Open 所以你可以看到說 從網路的基礎建設 然後到DV 不然說授權的 HyperLegion 你知道吧 區塊鏈 所以你看 這個 短短一年間 你可以 假設你看 假設我今天算到12月10號 算13號 那你看到明年 2019年的活動 其實很精等 對 123 然後 123 4 5 6 7 8 3 8 24 所以你看到我們其實很恐怖的地方是什麼 我們在一年內 現在 今年的12月到明年的11月 依據公開的資料 其實這樣 高達25場活動 那這25場活動裡面很有趣 裡面有時候就會是去提出 對Ninus kernel一些修改的建議 或者一些修改的討論 所以你可以看到像這個VSyscode 這個東西其實存在一陣子的 但是一直沒有被納入主流 然後直到要支援這個S8664的時候 這件事好玩 這個 因為 S8664 就是由AMD 注意到 AMD在這個方面貢獻良多 引入一個指令 這個指令就叫什麼 就叫Syscode 注意到這個東西是MD發明 那在Intel的東西叫什麼 Intel的東西叫做 Sysenter 然後總之在Linus要支援這個X8664的時候 開始有些東西就被納出來討論 然後 認真看這個東西 這時候VSyscode終於被納入了 那這個VSyscode它包含三個部分 認真看這個部分 好 就是我們之所以為什麼要發展VSyscode 它是一個虛擬 虛擬意味著什麼 我們要去降低什麼 CPU模式的切換 注意到 CPU模式切換是很耗時間的 然後它對Cache會有很大衝擊 比方說我會做CacheBrush 這樣的事情 然後還會對這個 處理器模式的一致也會有影響 所以實際上在這個VSyscode它的精神是什麼 就是說我盡可能 不要去 每次都一定要有模式切換 然後 那可是呢 我還是需要 讓使用者的程式覺得它模式有切換 否則它不知道它的這個 系統口號到底執行完了沒 而且我的CodeGate 我想像我們前面講的CodeGate CodeGate原本是有這個 看一下上面的圖 你看 CodeGate來講的話 我們在這邊來講 CodeGate就是這個CodeGate 所以比方說我這邊是Ring Ring Zero 在User Space R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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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Zero Ring Zero 是在Kernel Space 是作業系統 Ring Free是這個 Application User Space 然後我透過這個CodeGate 搭配這個CodeGate 去切換不同的模式 可是呢 我們現在的重點在哪裡 我們現在的重點是 因為切換模式很耗時間 所以我們要做一個機制是 假裝模式有切換 所以看到這個東西很好玩 因為模式切換看到的 機體位置是不一樣的 所以它會存放兩個虛擬的機體位置 然後一個呢 是有寫入權限讓Kernel去存取的 那另外一個東西只有讀取 就是在使用者層級的狀況下 它可以去讀取一部分的Kernel資料 但是不能改 所以看到這個機制有趣的地方是什麼呢 再回來看大家那張圖 順便提一下 就是說你第一次 如果你第一次參加我們這個講座 你可能覺得奇怪 為什麼不準備同影片 都是這種人家準備好的這些材料 那其實我們這個講座 也是希望引導大家 回去看第一手資料 像Ninux Weekly News 它肯定是第一手資料 裡面有很多Kernel的開發者 非常優秀開發者 而且它不只是寫程式寫得好 他們表達內容都很好 你要注意到這件事情 我在台灣有時候都會有些錯覺 就覺得說工程師啊 尤其管理工程師不宅 就無聊 就表達內容很爛 這是很糟糕的事情 這樣的一個錯誤認知 其實嚴重影響到我們 軟體工程師的水準 為什麼這麼說 你去思考一件事 像Ninux Kernel 它是需要大量的溝通 才有辦法創作出來 以Linux Twas 本能來說 它絕對不可能 只是會寫程式 當一個很奇怪的 看他鍵盤會笑得geek 不可能 它是會罵人的 它是會跟你怎樣 指出你的問題的 會思考 當然他會承認他的錯誤之類 他會花很多時間溝通 會花很多時間寫像 畫面中這些文字 即便他的母語不是英語 但是他會花很多心思去做這件事 在Linux Twas 他早期的訪談說 他每天要花兩個小時的時間去搜email 再花剩下的時間去想 我要怎麼回 我要怎麼參與這些討論 但是很不幸的 在多數的台灣的軟體工程師 都沒有這種經驗 不要說閱讀email 好好的看一個文件 花兩個小時看都很困難 那根本就說參與這些討論 而且是沒有時區限制的這種參與 從早討論到下午 下午到再討論到晚上 這是台灣工作人員很欠缺的 所以我希望說我們這個講座 就帶著大家看第一手的東西 所以我們只是演出第一手的材料 來做什麼事呢 來讓大家去思考 去思考說 就是有些東西比較難懂 所以我就帶著大家去觀察 但是最重的 你就回到第一手資料去看 這也是這個講座 通常不準備同一篇的原因 好我們回想一下剛剛講的東西 就是說你看 原本的是在UserMode 然後它在RingTree執行 好 那我CNNGate 就是我的CodeGate執行之後 CNNCode的CodeGate執行之後 我的處理器會什麼 會改變模式 好 那但是我們剛剛講過了 我從左邊到右邊 它是什麼 特權等級的切換 好 同理 當我在這個特權等級 那我要回到User的時候 又是什麼 又是特權等級的變化 而且麻煩的地方是 能夠看到的機體範圍是限制的 你看原本看到的範圍是這麼廣 是這個CNN的地方 但是我在RingTree的時候 就是我不能看到CNN 好 我只能看到CNN的話 就會發生這個 segmentation fault 這樣的一個問題 好 可是麻煩的地方在哪裡呢 麻煩的地方是說 我們今天創造一個 虛擬的系統呼叫的時候 我又要弄個這樣的東西 所以你看 這張這個東西 可以對應到剛才這張圖 也就是說 我在RingTree的時候 我要能夠看到這邊 就像左邊這樣子 我要有能力怎樣 在RingTree的時候 看到什麼 看到怎麼是這一區 但是我們給它的東西 是圍堵的 注意到這個東西 好 然後呢 這樣的好處是什麼 當我要這個呼叫 系統呼叫的時候 就是你這樣的機器 準備好之後 你好像看到CNN的東西 所以你就可以去讀取 像Get a Time or Date 你可以看到Linux Kernel的資訊 但是你改不到Linux Kernel 所以Linux Kernel不會因為 這樣的系統呼叫 而遇到風險被弄壞 然後 那關鍵的地方是 它沒有狀態的切換 它從來到底只有什麼 只有虛擬記憶體的 對應部分 所以注意到 這是一個很有趣的技巧 所以技巧一旦發生的時候 我就可以去看說這個 透過這個VSYS Code 那我就可以去幹嘛 繼續去查詢 然後 也就是說呢 Get a Time or Date 這樣的一個 它本來是系統呼叫 如果 它有提供這個VSYS Code的話呢 提供VSYS Code的版本的話呢 我們透過這個VSYS Code 就會跳進到 V Get a Time or Date 所以注意到這個設計 好 然後呢 再來是 我們有提到嘛 就是在這個 在S8664以後呢 它有提供一個快速的這個系統呼叫 這個就可以降低這個成本 你看這個東西 在這裡 在2002年之後呢 柯農的開發者發現一件事 就是說 他們去比較Penten Pro 跟那個Penten 4 P6是Penten Pro 然後這個 P7 P7是Penten 4 然後他們發現什麼事情呢 在Penten 4呢 去執行這個 INT80呢 它會比Penten 3 會慢很多 那這個東西呢 就是怎樣 就是開發者要去正式的問題 所以你看 原本的Linus Control 是對這些什麼 VSYS Code 或是這一類的東西沒有興趣 但是呢 一旦有人把這個問題提出來 然後呢 開始展開大量的討論之後呢 這些問題都浮現出來 所以你看 那整個Linus Control 有的確量是 它是追求這個真善文 真善文 會換很多心思 這也是為什麼 Linus Control 會吸引到 各自量公司加入 很多公司 它可能是死對頭啊 比如說ARM 對不對 是做CPU公司 Intel是做CPU公司 這兩家公司當然是死對頭 但是神奇的地方是什麼 很多的 Intel工程師 很多的ARM工程師 很多的MV工程師 竟然在Linus Control是合作 而且他們會知道一件事 就算討厭彼此 還是要合作 因為不合作 Ninus Control不會往前走 Ninus Control不會往前走 他們新的晶片就賣出去 它新的架構 就沒辦法被廣泛採用 或者說 不合作的話 處理器的漏洞 處理器的問題 沒有當 就沒辦法被化解 那一旦這東西沒辦法被化解 對這些公司的商譽 就很大的衝擊 表示這個處理器完全 所以客戶選擇的時候就很困擾 好 然後 注意到一件事 這個 AMD64 AMD64的話 它在它的相容模式下 是不能支援Sys Enter 這個東西 然後它是要用到自己的 就是它有自己的Sys Code 還有Sys Return 然後反過來說 Intel的架構下 是不能用Sys Code 所以我們剛才不是有一段程式 我幫你複習一下 有一段 這個 這個程式注意到 這個程式呢 如果你用上面的方法去編譯的話 會失敗 因為 這個指令是什麼 是S8的64專有的 好 所以你看這個東西麻煩的地方是什麼 為了要支援S864 就是 不是讓Linux課統全面變成64美元 不是那麼簡單 而是 我們既要支援64美元 也要支援32美元 然後還要考慮到從32到64 從64到32 這一系列問題 這些東西呢 聽起來好像 沒那麼複雜 但實際上它涉及的東西是什麼 它涉及的東西是 如何在 不會降低效能 又 可以表達 達到相容性 所以你看這個東西 就是 就是 像這邊有討論提到嘛 如果你的機制 坐在C的Library 它會有什麼 讓它決定這個 執行時期 再決定會降低效能 因為有大量的什麼 branch 但是如果你這件事 坐在客套裡面的 就可以一勞有益 而且在UserProgram 不用修改前進下 去使用 所以最終呢 就在引入一個東西叫 VSyscode 好 然後呢 再來是 我們前進到一個東西 VSyscode大概就講到這裡 然後我們前進到叫做 VDSO VDSO VSyscode DSO 或者叫Virtual DSO VSyscode 大家看到就是一個程式碼 但是對客套來講 這段程式碼 就是放在客套的某個地方 由使用者直接去呼叫的 而不是由客套其他地方去呼叫 所以在追蹤的程式執行的時候 會變得很麻煩 你看剛剛那個Case來講 仔細思考 就是我們有一段程式碼 是讓UserProgram 可以讀取得到的 就是讓UserProgram 讀取得到 但是 平常就只有User會呼叫 但是像Kernel其他方選不是 其他方選是 Kernel的方選 Kernel其他方選 會去呼叫到這個方選 這個方選 又呼叫到別的地方 而且在呼叫的過程中 會有建立這個CallStake 你可以去追蹤它的那個Framepoint 你可以去追蹤它的StakePoint 可是以這個例子來講 抽到待會 我載的是什麼 載Lin3 看到Linus Kernel的某個地方 所以我趕快做某些對應的動作 這是VSyscode的原理 但這件事對Debugging就變得很複雜 因為 這是完全不同的路徑 完全不同的模式 對應到完全不同的路徑 所以後來為了要解決這個問題 很麻煩 很麻煩 就搞一個東西叫VSyscode DSO 或者叫VSyscode DSO 這東西神奇的地方是什麼呢 它同時滿足兩個地方 一個是滿足User的Program 滿足UserProgram的需求 UserProgram需要一個 需要能夠有個 方選Code SeasonCode的一個實作的地方 所以它會去滿足 透過一個什麼 透過這個 透過這個VDSO 去滿足UserProgram的期待 同理 在Kernel裡面 我的VDSO會對應到什麼 Kernel的某一段路徑 所以我如果要追蹤Kernel的執行的時候 也可以 因為 你不再只是一個孤兒的東西 你是怎樣 是破證價值可以被追蹤的到 會有這個Stack的變化的 所以 你同時有兩大好處 就是一個減少模式切換 再來呢 Kernel其實有這樣 Kernel在這個 像GetTimeOfDay的時候 他知道的 他知道這個呼叫的狀況 所以你看 這個機制相當於是什麼 在記憶體裡面載入一個DSO 就是Dynamic ShareObject 或者你可以叫做ShareLibrary 所以事實上這個很有趣的機制是說 我們同時去滿足這兩個議題 就是一個議題是模式切換 另外一個地方是什麼 是Kernel內部的執行 然後整件事還沒有結束 整個故事非常之複雜 在2005年之後 就是有一個東西叫ASLR 那ASLR是什麼呢 就是說以前的城市在載入的時候 它都有一個固定的載入地址 比方說像我的MAN MAN還是 在載入到記憶體的時候 在一個edges space裡面 每個process都有獨立的edges space 在每個獨立的edges space裡面 MAN還是的載入位置 往往都是固定的 在以前的方式 那後來ASLR是什麼呢 就是說我的記憶體的內容 它其實會變動 所以變成說我的城市 比方說我的七元城市 我MAN載入到 就是我的城市載入到記憶體的時候 我的MAN的symbol 其他的位置有可能不一樣 那這樣的話也可以避免那種 就是隨機的攻擊 那你可以搜尋一下那個SLR 跟一些Attack 可以找到那種機制 所以這邊來講的話 VDSO也搭配什麼 SLR 所以它所在的地址也是這樣 它是訊號的 所以對應到這邊來的話 你看到 來看一下 第一次是這個 第二次呢 你看到地址 第一次的地址是這個 後面是8000 第二次看的時候 它的地址是4000 就是最近知道一件事 LDD跟 跟綠的EF有很大差別 綠的EF 顧名思義它是讀取 EF執行檔的內容 但是呢這個LDD意思是不同的 它會透過Dynamic Link 會去透過這邊 會去載入這個Virtual的DSO 會去載入這個動態連結還是酷 然後呢 因為我這邊有什麼SLR 所以你每次載入的這個地址 是會不一樣的 會去避免的攻擊 那之後呢又有個東西叫V-Gate CPU 好 那你知道一件事嗎 因為有V的 對 因為 V的之外就是那個什麼 V的就是VSyscode的那個版本 然後呢 Gate的CPU呢是一個什麼 它是一個系統護教 然後注意到這個系統護教呢 是什麼 它會去詢問 現在什麼 我給定的這個執行序 到底是執行在什麼 執行在哪一個CPU上 好 那這個東西呢 也很有趣 因為這個東西呢 一樣 如果我切換模式太頻繁的話 就會浪費 浪費時間 而且還有Cash Miss的風險 好 那所以這個 這個什麼 Gate CPU這個東西 那我們就是什麼 去讓大家去詢問 好 那一樣呢它也是什麼 VSyscode的版本 好 然後呢 在2007年以後呢 這整個世界又遇到更複雜的東西 一個東西神奇出現的 叫HRT HRT HRT 在我們這個講座 就是在Linus核心設計的講座 那其實裡面有個東西是 邁向硬體 硬即時的這個Linus核心機制 HRT 然後我們就會 裡面就有提到這個HRT High Resolution Timer 最大的一件事就是 以往的那個Linus 比方說我講這個 如果你的台程 policy是long robbing 那你切換時間 一般來說你是10ms 或是類似的時間 比如說我們一般 如果說你是long robbing long robbing 是時間到就換另外一個任務 時間到就換另外一個任務 long robbing 簡稱叫R 但是在Linus核心來講 它預設切換的時間是 是10ms 相對比較粗 相對比較大的範圍 就比較長的周期 可是我們 如果有HRT High Resolution Timer 有確定的地方是 它的精準度通常是什麼 它精準度通常是1microsecond 不是1microsecond 是1microsecond 甚至是小1microsecond 好 那你看 這個東西 它的確給你們很高的精準度 這是很了不起的事情 可是如果你每次在詢問 每次在跟Timer打交道的時候 你又碰到什麼 又碰到前面講的問題 前面講的什麼問題 前面講的 模式切換的問題 對不對 所以你如果遇到這個 模式切換的狀態的切換 那因為你的時間本來就很小 那你還切換這個模式 變成說你每次GetTime 其實根本不是量到當下的時間 你量到時間都是很久很久以前的時間 你看 假設我今天去模式切換 需要100個microsecond 所以比方說你原本在某個時間點 比方說在59microsecond的時候 去什麼 去GetTime GetTime 然後你真的仔細到 但是因為模式切換需要100microsecond 所以其實最終拿到的東西是 是159 然後你把159交給使用者 那使用者會覺得奇怪啊 我這個時間好像落後吧對不對 就是因為我們當原本的時間是59 但是因為有模式切換的成本 你可能變成159 那159跟59當然是很大的一個差距 就變成說永遠使用的量出來的這個數值 都是錯的 或者說有嚴重的落後問題 那所以這時候怎麼辦呢 這時候就遇到一個很大的問題 就是我們該怎麼去讓這個 highlessdush timer 比方說像這種 ClubgetTime這樣的東西 不只ClubgetTime 其實這些東西有一大堆 你可以找在它的這個COSO的地方 COSO有帶在什麼 像我們剛才講到這個 GetTime of Data 或是 或是 像這個 GetCPU CPU這樣的一個 ClubID 那諸如此類這個東西 你會發現什麼 這東西很麻煩 就是它就是一個 它就是一個有時間代價 所以後來的這個東西 其實引入了非常多討論 然後後來VDSO 正式用在哪裡 GetTime of Day 再ClubgetTime 還有GetCPU 然後如果說你講硬體的支援的話 大概就是 已經有好幾個硬體支援這個東西 比方說 S8664 POWPC 然後翻譯說 最近ON的架構也有支援 然後注意到這樣的修改 GWC其實是要去實作的 你以為這樣結束嗎 沒有 我們還有一半 事實上這個東西的設計 其實它一直在做變革 然後 那好玩的地方是什麼呢 在 Linus Code 3.1之後 它對VC Code 它其實會有不同的實作機制 所以Linus Code一直在反省自己 一直在思考 一直在思考它的影響 所以這邊來講話很好玩 就是說 比如說 比方說VC Code 原本有特別去設計 但是你可以在Linus Code可以去指定 指定一個坑的參數 這坑的參數是什麼 是你在開機的時候可以去指定的 這比方說你可以把它設定成 VC Code 等於 Native 這意味著什麼 意味著說 VC Code它的意思就跟原本的Sys Code是一樣的 然後 當然你可以設定的時候它是Emerate 就是說 這個 才會看到這個 對於那個 對於那個 存取範圍的一些不同 好 然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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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後來又考慮到什麼 安全問題 反正Insta問題又變動了 所以你看 Linus Code其實在VDSO 其實一直有在變更 所以注意到 一直有在變更 所以這件事呢 是要注意到 就是 這個 VDSO呢 還是有很大的影響 而且 VDSO 一直 對那種Gate Time Day 而且 跟Real Time 要懷疑 這個VDSO 它對這種 Gate Time Day 這種 HIGHLESS ROUCH TIMER 有辦法發揮實際的作用 所以這個東西呢 其實也跟這個 Linus用在即時處理 有很大的關聯 好 那所以呢 講到這邊來講的話 你發現什麼 其實影響是很大的 接著我們來看另外一篇 那個 另外一篇討論 這討論的是一個 對岸的朋友 那他就是 把這個 把這個 資訊 再重新怎樣 跟大家去討論 那討論什麼呢 就是他去看 比方說 走VC's Code 那他就發現說 像這個 這個 Function Gate Time Day 那他發現說 這個東西耗費的時間 5.58 然後 然後 就是如果你走這個 VC's Code 這個 CPU 使用 使用率 不用很高 就是他佔用的 CPU的百分比 不那麼高 但是呢 如果說你是什麼 平反地用 原本的系統呼吸的方式 因為是一直在切換模式 那所以發現 一個很恐怖的地方 在這裡 他竟然是這樣 竟然是這樣 竟然是幾乎是百分之百的開銷 那所以他就開始去做實驗 實驗做這個 他的這個 VC's Code 他的這個成本 他的那個動作到底做什麼事 就列出來 他的那個 呼叫的路徑 然後 注意到這個東西呢 很關鍵地方是 你可以去看一些 如果你對這個東西有興趣的話 這個 其實他有一大堆這種討論 而且是在那個 Linus Pre-end 或是pre-rt上的 有很多這些討論 就是說 我們要整個做出一個精準 然後又要一個 就是 像你可以看到 這是我們之前做的一個報告 就是 我要整個做到 精準的時間 然後又要能夠把這個 整體的成本可以降低 要考慮到安全 所以很多層級要去思考 就像剛剛那個 clocked time 像這樣東西 那我們要去指定什麼 我要指定我們的 timer source 像這樣 我們要指定一個clock source 然後你的clock id 然後你要遭到這個東西的影響 所以這個東西 其實它不是那麼單純的東西 它正在客戶時做很麻煩 如果時間允許的話 我想要講這個 high resolution type 對這個Linus kernel的影響 是非常巨大的 這個東西在很多Linus kernel的書籍 其實來不及寫 或者說有寫 可能它是語言不詳的狀況 但是你現在去學 Linus kernel是這個 不肯忽視 而且這是Linus kernel這幾年 獲得商業的財納 有一個很重要的因素 在這方面 很多原本的一些商業的作業系統 它號稱說 它的精準度可以多高 之類的 Linus kernel逐漸 可以達到 逐漸在某些有條件的情況下 可以達到 這是一個很重要的一個 一個很重要的一個成就 好 然後 接著呢 我們來看就是 如果你要用到這個 VDSO用在什麼 用在 64元 跟34元混合的環境 又有新的ETR考慮了 好 然後這個東西是在 2016年 Aunt的這個工程師跟大家報告 跟大家報告這個 VDSOAunt Aunt 64 那這個 這個研討會在哪裡 就是 Linus Founders Conference 這個很值得去看 就是在 每年在歐洲跟美國都會舉辦 好 那 呃 他的這個 研討會 這個 研討會縮寫叫 LPC LPC的重點在 在於說呢 他不只希望創造一個討論空間 他希望 公司們 各大公司 或者說 各 可能不見得大公司 反正就是說 可能是個人 或者說一些顧問 科技顧問公司 或者一些 剛才講的一些科技公司 大家能夠怎樣 能夠把自己想得到 Linus kernel需要做哪些調整 或者說 目前針對這個Linus kernel的一些缺陷 或者說哪些是需要跨越對方 那由廠商們或者個人去提出一些可行的接法 那跟大家討論 那來尋求大家的一個 沒辦法說共識 但是有個比較深入的一個交流 然後而且這個交流的過程中呢 你會發現 其實跟你交流的往往就是這個領域 不只是專家 而且是code commuter 所以很多時候在LPC 可能當下就把什麼 把關鍵問題解決了 然後再回去結束的時候 再把這些討論把它丟到什麼 丟到這個Linus kernel mail needs list 然後之後再通過網路的協作 去尋求我們的共識 好 那這邊來講 我們來看一下 就是它的設計 它跟妳講什麼叫做VDS 那我剛才講過了 所以它的好玩地方是吧 由Linus kernel去提供的 一個share library 可以讓user program可以載入起來 然後這個東西很酷 map kernel into all user programs process 所以這個很酷 好 然後呢 而且更酷的地方是 就可以解決這個 debugging問題 就可以處理 所以為什麼它會需要 需要有這個東西 好 然後再來是 它的實作來講的話 就是一個什麼 一個virtual series code的實作 我們講的virtual 其實就在講到 叫做效率問題 就是在切換 所以你看這邊來講 你看安德工程師 前面講很多都是intel 那我們現在來講安德工程師 安德工程師跟你說什麼呢 說呢 kernel的進入跟離開 是會帶來一個巨大的效能衝擊 所以注意到這個 然後再來是什麼呢 再來 事實上有很多系統不教 不需要去改變 不需要去改變 它目前的優先等級 這個不是優先等級 這個特權等級 比方說去詢問時間 詢問時間這件事其實你在user可以詢問 Kernel當然也去詢問 對不對 這個 這個就不需要 不需要去區分等級 但是原本在codegate 想一下之前講的codegate 對 從lin3 codegate然後到lin0 這涉及到模式的切換 那這裡順便回答一個問題 就是 會有人會有個誤解 就是說 每次在執行系統不教的時候 就一定有contact switch 注意到這個說法是錯的 儘管很多時候 系統不教發生的時候 會有contact switch的發生 會有這個狀況 但是它不是總是會發生 所以你看我剛才講錯誤的地方在哪裡 就是 有些人會認真說 每次系統不教就會每次有contact switch 因為我要怎麼 我要把這個user的戰爭器存到某個地方 讓科隆做某些事的時候再把它還原 但其實這個東西是錯的 比方說以剛剛的gate time day來講話 他衝到就是去查詢 查詢 查詢科隆內部的時間 我們稱為叫timekeeper timekeeper 你可以叫timekeeper或是timekeeping 其實一樣的意思 這兩個都有出現 然後這個timekeeper 它就是 簡單就是它這個聳門員 反正就是讓你去有個機制可以去對這個實踐 因為實踐是一個非常重要的資源 如果你讀取錯了 你做很多操作都是有問題的 這是很簡單的事情 所以注意到我剛剛講的一個常見的錯誤 就是在於說 很多時候人們看到user到kernel kernel到user 就一定有contact switch 錯 在像剛剛那個例子 gate time of day 或者說 或是說 clock get time 那個什麼 get time of day 這種東西 其實它在這個case下 在這個 virtual system virtual system code的情況下 它是不需要存在的 它頂多只有stack的變化 就是它會 因為我有方心code 所以我需要stack 所以我只有stack 調整 但是它沒有模式的切換 更沒有contact switch 所以請注意到這個 所以在這個情況下 如果你是呼叫這個 就是呼叫系統呼叫的時候 你可能會有一個process 就是process 它是在user階段執行的 但是因為我呼叫系統呼叫 所以我可能會process in kernel mode 因為我再存取 我跳進去這個特定的模式下 特權模式 特權等級之下 去執行程式 所以我們會稱為說 在一個process in kernel mode的時候 就是process in kernel mode 為什麼 因為在系統呼叫 那這個東西呢 你看到這個東西很好玩 他說你的接法 你要去滿足上面 客服上面的問題 那怎麼做呢 我去提供一些程式碼 它去模擬系統呼叫本身 好 那這個東西對於這個get time of day 這種東西很有用 那你看到這邊提出了什麼 這樣的改進的話呢 它可以比原本 有效率十倍 所以你看到這個 這樣 所以為什麼要繞了那麼一大圈 千萬不要小看這些事 其實這個東西跟效能 影響是非常之大 好 然後呢 這邊就底下就跟講說 它是如何去宰錄 那你可以去找一下這一份 這一份 講座 它有錄影 這不難找 你只要把這一篇的標題 丟到YouTube去找 那就可以找得到 Linus Foundation準備的 錄製錄影 那這些東西都有很多可以去看的 好 那我們 我們大致呢 就跟大家探討到這裡 好 然後就是 我快速跟大家複習一下 今天講的議題 就是說 我們可以看到說 在Linus Chrome來講話呢 User的Program 它透過這些系統補教 是存取資源的 的一個什麼 一個 不是一個 是最主要的機制 絕對大多數時候 要能夠存取資源 就是要透過系統補教 只有極少數的例外 這我們會再探討 所以你會講到 幾乎都是透過什麼 都是透過系統補教 就是UserProgram 要存取系統補教 幾乎都是要透過系統補教 才能夠讓你去存取這些資源 但是好玩的地方是什麼呢 整個Linus Chrome在發展過程中 它一直引入新的系統補教 但是又很精緻的 又花很多心思的去思考 說哪些東西是可以這樣 去無存情的 所以Linus Chrome一直在演化 然後我們之前又拿了一個 Halloway的小程式 讓大家看到說一個 一個這樣的PrintF 其實讓它對應的系統補教 是Write Write這樣系統補教 又是怎麼去處理的 事實上在Glibc 會有一些rapper 去把這個系統補教 把包裝成西語言的 方式扣 然後之後 我們又做一些實驗 在S866上面 跟S8664 上去做實驗 去看說 它的CoreGate 做了什麼事 然後甚至我也介紹一個東西 叫 In Direct System Code 用這個東西去 也是一樣 去做實驗 然後去觀察 它這些東西的變化 然後再來是搭配我們之前講過的 這個 EBPF 然後我們就去 透過這樣的工具 去追蹤你的系統補教 所以你可以在 不撰寫Linus Kernel Module 請一下 去看這些過程 那過程之後呢 你也可以去做什麼事呢 你可以把這段程式碼 去改掉 比方說改你想要追的地方 比方說檔案系統啦 比方說你可能對 某一個系統補教的 實作可能有關 比方說像 SysOpen SysOpen SysOpen是什麼呢 SysOpen是 Open這個系統補教 對應的Linus Kernel 內部的什麼 內部的這個 實作 那所以你可以去觀察 再怎麼 透過K-Proven 去把這個 醫藥程式碼 安插進去 這是非常強大的東西 然後你可以 一邊看Code 一邊 對照看真正執行起來的東西 長出一樣 好 那接著在Linus Kernel 大家講過 它就維護一個表格 去記錄什麼 TUJ System Code 然後再來是我們 在最後面的時候呢 提到這個VDSO 好 那VDSO的一路發展 其實它不是這麼單純 所以還涉及到這些 安全的一些疑慮啦 大家還有考慮到這個 像Debugging 還有一些 機體映射這個範圍的考量 好 那麼今天就大概跟大家探討到這裡 好 所以希望大家去想 就是帶著大家去思考 我們要怎麼重新看待這個Linus Kernel 以及介紹一些工具 一些手段 讓你去做更多時間 過程中更了解 Linus Kernel 好 謝謝大家